古埃及 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神秘的穆乃伊 壮观的金字塔 师生人命像 像型文字 这些都是古埃及发达的国力象征 但如今这些要么存在于博物馆 要么迎面于沙漠之中 古埃及文明作为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 曾一度达到顶峰 创造了诸多的辉煌历史 但它也没有逃脱最后衰亡的命运 那么对于古埃及的兴盛和衰亡 大家是否好奇呢 今天就来一起看看吧 古埃及文明 只最早形成于约公元前5450年 下埃及的法尤姆地区 终止于公元639年 阿拉伯帝国将其伊斯兰化的这桩石心类文明 非洲大陆是实行地球 智慧生命最火力的地方 几千万年里 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 这里的古原逐渐也化成了质人 最后走出非洲 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 形成了如今的我们 最早的埃及人 可以追溯到一万九千年前 上埃及跨尔塔地区的游牧民族 上埃及一般指开罗以南的尼罗河两岸地区 也泛指埃及南部广大地区 下埃及一般指开罗以北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这个时期的非洲植被 虽比不上千万年前的防茂 但也不像现在这样干旱 这里的石壁上还保留着当时古埃及人的艺术创作 壁画上的这些野牛是加亚牛的祖星 这个时期的古埃及人饮食看起来还不错 牛肉是他们的主食 而后 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 非洲开始变得干旱 这些游牧民族开始跟随雨季形成的湖泊开始定居 纳布塔普拉亚石镇 它的尽造时间约在公元前七千年 地点在埃及撒哈拉沙漠中央 人们在这里养牛 制作精细的淘气 以及用来关心用的巨石圈 它们开始有某些巨上化的东西和天上精灵联系 也大约是在这个时间 宗教信仰开始在古埃及萌芽 人们把动物和神明联系在一起 这座看起来像奶牛的石筒 哦不雕像 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人们推测 这是埃及神话中哈托尔神的最早起源 哈托尔神的形象是奶牛 牛头人生女子或长有牛耳的女人 它掌管爱情 美丽 舞蹈 和音乐 后来 非洲变得越来越干旱 湖泊也开始干涸 于是人们开始聚集到唯一的水源处 埃及的母亲河 尼罗河 古埃及文明由此开始逐进行城 他们在尼罗河岸边建立房屋和村落 进行浓木畜木业的生产活动 下埃及的人多聚集在河口和伐优姆地区 上埃及的人主要聚集在基纳 古代埃及人和今天的埃及人 整个北非 阿拉伯地区的人一样 是以高加索特针为主 尼格罗特针为辅 而且多样性很强的人群 不同个体 不同地义至今的尼格罗特针强度不同 比如往南走 一直到今天的苏丹北部的努比亚 高加索特针会越来越淡 尼格罗特针会越来越明显 古埃及虽然有悠久的历史 但是一直没有史书著作 直到公元350年左右 埃及总督托勒密一世 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 他自理为王 才要求埃及的祭司经学者 曼尼托写了一部埃及史 这部当时最完整的埃及史 在公元前47年 凯撒大帝进攻埃及的时候 连同亚历山大城图书馆 和其他数十万册 古埃及文字的经卷被一起烧毁 无尽只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 成为现在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 曼尼托把埃及历史划封为30个王朝 和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三个时期 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 将古埃及朝代重新细致划封为33个朝代 以及古分时代、古顶时代、帝国时代 希腊化时代和罗马统治时代五个时代 距今约7500年前 也就是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古埃及进入了前王朝时期 埃及人最早发明了啤酒和面包 他们会用淘气装满啤酒 然后开回来畅饮 饮食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前王朝时期又分为阿姆拉特城邦时期 格尔赛城邦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没有王朝 又成为零王朝时期 公元前四千年左右 埃及人开始在各地经历城邦 包括迪比斯、孟非斯等 阿姆拉特城邦时期 又在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产品已有少许剩余 这个时期的埃及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萌芽 考古学家在聂加达 发现了作为完全标志之一的宏观形象 说明到了末期 王朝也开始萌芽 格尔赛城邦时期 又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三千一百年 在格尔赛后期 随着私有制的确立和阶级的形成 在埃及出现了国家 埃及人称这种国家为斯帕特 在当时的埃及 这样的国家形成有若干个 这些国家里 有一个以政府机关、王公、神庙为中心的城 公元前三千两百五十年左右 最早的埃及文字出现了 当时这些国家可能已经存在税收制度 而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 就不用来计算税收 后来这些符号逐渐演化成了 我们所熟知的埃及象形文字 古埃及文字的书写顺序都不一定 可以由上至下写 也可以从右至左写 怎么开心怎么来 在美韩开端都有一个人头或动物头 命不命向的方向就是士族的方向 格尔赛时期的埃及纷争不断 反映这个时期存在的战争雕像和绘画有不少 除了木画中的水陆战图外 还有阿拉克出土的象牙刀柄上的水陆战图 战场调色版等 1987年出土的蝎王拳标头 说明这个时期王拳已经形成 拳战历来是王拳的标志 这是在埃及发现最早的拳战 他刻着一位头戴上埃及的白色王冠的男子 还有国外的一些标志和蝎子 所以人们称他为蝎王 结合蝎王拳头上的内容和对其木葬的最新发现推测 蝎子王可能控制了北方一些地区 这也是最早有关埃及统为的证据 又在公元前3100年 为控制下埃及附属三角洲的农业和劳动力 以及利益丰厚 通往黎凡特的商路 蝎王的继承者纳尔迈 亲自率大军北上 经过三天三夜 战胜了下埃及的统治者们 纳尔迈把决战的地点命名为白城 后来白城成为统一古埃及的首都 被称为孟非斯城 纳尔迈征服下埃及 是整个埃及初步统一生成的一个国家 这是纳尔迈石板 出土于希拉孔波利斯 这是一件胜利的纪念物 这个胜利是一次上埃及对下埃及的征服 在石板的正反两面 分别刻有一个头戴白光和红光的人 而且显然这两者是同一个人 就是纳尔迈 在当时的埃及 上埃及的国王会头戴白光 而下埃及的国王会佩戴红光 虽然看起来像是约定好的 但真的没有约定好 纳尔迈是第一位头戴红白双怪的国王 寓以王中王 双会王中王 无淀粉 也有考古学家认为蝎子王就是纳尔迈 因为蝎王全标头上的人物 和纳尔迈桃色板上的人物 实在太过相似 纳尔迈开创了古埃及的第一王朝 开启了法老统治时代 在影响世界的一百位帝王排行榜中 几乎所有的帝王生平都是确切可考的 只有纳尔迈是个例外 但这也不影响后世对他崇高的评价 古埃及是世界中古国的古国 而纳尔迈 就是站在这一切开端的特殊男人 他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只有长期和挥款影响的王国 后世的三百多个法老 都会通过与纳尔迈建立联系 来显示自己的正统性 纳尔迈在位时间长达62年 而当时埃及人的平均年龄不过30左右 30岁以上的人都被称为老人 纳尔迈在他们看来 仅的就是神星 只不过神星在一次打猎中 被一头河马袭击不幸生亡 由纳尔迈开创的埃及第一王朝 历史250年之久 其中至第五任国王 埃及进入了专制统治时期 社会发展到全盛阶段 这一时期的国王把土地视为自己的财产 把人民视为自己的奴仆 一些行政、军事、司法权利急于自身 国王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 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 后来 埃及国王竟然被称为法老 法老在古埃及原以为宫殿 就像古代中国称皇帝为殿下一样 古埃及人还可能是世界上最早一批文身的人 在发现已知最早的木乃伊阿江身上发现了纹身 当时人们制作木乃伊的技术还不发达 但非洲干燥的环境使得这具木乃伊保存了下来 据推测 阿江生存于公元前3300年到37年之间 阿江生前遭到了暴力袭击 导致重伤 死的时候大概只有18到21岁 至于为什么叫阿江 因为他有一撮姜黄色的头发 古埃及人有纹身的习俗 并且男女都会纹身 男女的纹身形式各不同 男性以动物形态为主 女性以信条为主 纹身可能是部落中权力的象征 提到古埃及 只不得不提古埃及的三藏文化 古埃及人可以说是世界上对来世最重视的一群人之一 而古埃及的法老和权贵们 更是把重生文化推向了制高点 他们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 而是打开来世的钥匙 第一王朝时期的埃及三藏制度 还没有后续时期那么的繁琐讲究 但是 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种非常恐怖的三藏仪式 活人殉藏 考古学家在第一王朝第二任法老 赫尔阿哈的陵墓中 发现了数百具年轻尸骨 据分析 这些死者的年龄大多在20到25岁至今 这些殉藏者大多是侍从 虽然里面也有自愿殉藏的人 但就算如此 也依旧是一种非常野蛮的殉藏现象 幸运的是 活人殉藏只在第一王朝初期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之后并没有再出现过 毕竟还要留着人服务寄人法老 他们后来以人勇代替活人的殉藏 古埃及人称他们为夏娃伯梯 夏娃伯梯的意思是回答者 也就是侍从 他们通常是亮蓝色 古埃及人非常喜欢蓝色 蓝色是天空的影色 是尼罗河的影色 他们认为这象征着宇宙和生命力 他们会在人勇前面刻上下行文字 诸如 我在这儿为逝者工作 古埃及人相信 这些蓝色的人员会具有生命 会在来世 继续成为法老的侍从 继续守护他来世永恒的世界 古埃及在结束了第一王朝的统治之后 进入到了早王朝时期的第二个朝代 第二王朝的统治时间 在公元前2890年到公元前2686年 历史205年 共有六位法老 这一时期 古埃及开始出现了青铜器皿 标志着古埃及开始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 他们设置了国家机关 开始采用王位式时制 君主专制逐进完成 如同第一王朝不得知的灭亡一样 第二王朝的开始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考古发现中 第二王朝所留下的历史遗物比第一王朝还要少 导致解读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得非常困难 而到古埃及第三王朝时 古埃及文明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形态 诚信在世界面前 因此第二王朝的历史也仅在愈发神秘 公元前2686年到2613年 古埃及进入到古王国时期的第三个王朝统治时期 这个时期相比其两个王朝时期 统治时间短了很多 仅存在了73年 这段时间共有五位法老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第二任法老佐塞尔 佐塞尔在外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780年到2760年间 他非常有战略眼光 作为尼罗河流域和亚洲地区的缓冲地带 西奈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其统治期间 佐塞尔对西奈半岛发起了数次远征行动 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 他还派出人员前往此处开采绿松石和铜等矿场 不仅如此 他还征服了农比亚的部分地区 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修建公事 可谓战功赫赫 据记载 在佐塞尔统治时期 曾出现过尼罗河泛滥墓祖的现象 尼罗河农业欠收 并最终导致了饥荒的发生 可写在埃及南部 靠近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塞黑勒岛的石碑上 这样写道 我是分悲伤的告诉世人 埃及正性如极度的苦难之中 尼罗河已经七年没有泛滥了 我们的粮仓空空如也 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填饱肚皮 国库困顿 人民被饥饿所困 作为尼罗河赠礼的埃及 每年尼罗河水的泛滥 给河谷披上一层厚厚的淤泥 使河谷区域土地极其肥沃 专家可以一年三数 这也是古埃及文明发展的根基 古埃及历史上曾发生多次饥荒 也大多和尼罗河有关 这次七年没有泛滥 可对当时的饥荒沉住是非常的严重 佐塞尔的维希尔 伊姆霍特普 维希尔是古代法老生命的全城 帮助管理国家 处理家族事务 相当于宰相 伊姆霍特普是一位听财人物 出生于平民 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打破了阶级限制 也说明当时的埃及社会 还是非常的开放自由的 阶级具有流动性 伊姆霍特普拥有多个头型 祭司 作家 医生 埃及天文学家 以及进族学的定基人 他设计了祭司用的礼仪 他在首创将死者内战掏出后 再制作穆乃伊的星河 他在治疗各种疾病的时候 不仅借助药物治疗 还助于扮演巫术 以念诵咒语 做出特殊的治疗知识 使用驱邪符和其他驱魔工具 提高驱魔效力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中二 但这种治疗对于当时生性 即便是恶魔作罪的埃及人来说 母亲中起到了心理的治疗作用 增加了病人心理上的定理 和战胜病魔的信心 后世将他称作为智慧之神 伊神 他在历史上的名声 甚至比佐塞尔还伟大 他作为后人所熟知的 并是帮佐塞尔修建了埃及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 位于萨卡拉地区的佐塞金字塔 也是佐塞尔的林墓 这座金字塔 是由数个大小不同的六个马斯塔巴结构堆叠而成 马斯塔巴 阿拉伯文的音译 意味十凳 最初用于古埃及住宅显示 也是埃及古王国之前贵族的墓葬显示 伊姆霍特普最初设计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形林墓 半地下半地上 假翻佐塞尔觉得不够专严雄伟 于是伊姆霍特普并在上面加了五个一层小一层的方形建筑体 才有如今的模样 你看 一个好的作品 少不了甲方的冰色 佐塞尔金字塔 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 162米高 像单元19层楼的高度 底边为109米乘125米 约1.3万平方米 大概有两个足球场的面积 和现在看起来不同 当时的外部是白色抛光石灰石 另外 它可能还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旅游景点 在建筑物内 人保存着几千年留客来访的痕迹 人类爱图牙的毛边真是自古以来就有 佐塞尔金字塔 创下了几个重要的潜力 它是首座石造基金性建筑 这样一个庞大而精心雕筑的石造建筑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相当惊人 经历这样一种石造建筑的过程 将比以前的建筑更需要密集的劳动力 这表明当时的埃及对资源的控制 人力和物力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佐塞尔金字塔的功能包括来势和现实 古埃及的金字塔不只是坟墓 又成功促使法老抵达来世 使它可以永远重生的墓地 人们相信 在这种墓里 死去的法老灵魂会向上升起 到达太阳与天上的星界 接替金字塔会促使法老升天 得以加入永恒的北极星 政治 文明 高度统一 这个时期的埃及 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用至高权力的法老 可以获得一切他想要的东西 除了我的联系方式 公元前2613年到2494年 埃及进入到第四王朝统治时期 被称为古埃及的荣誉时代 金字塔时代 这个时期的埃及人口达到了1000万 这一位建造更加恒无的金字塔 奠定了基础 从第四王朝开始 金字塔四周慢慢变成平滑的脚椎体 完成这一改来的法老 是第四王朝的第一任法老 斯尼夫鲁 他的儿子 也就是第二任法老 胡夫 建造了之前发现的110座金字塔中 最大的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是由法老弟弟 海米扬设计的 地址在首都 孟菲斯附近的尼罗河西岸的吉萨 后世的金字塔 多尽造在尼罗河西岸 当时人们认为 太阳东升西落 东方生者之境 西方是死者的世界 它是仅存了世界七大奇迹 难怪埃及有句英语说 人类惧怕时间 而时间惧怕金字塔 另外六个奇迹 分别是巴比伦空中花园 阿尔特米斯水庙 奥林匹亚宙斯巨像 莫索拉斯林木 罗德塔太阳神巨像 和亚历山大灯塔 胡夫金字塔 有230万块巨石组成 平均每块重约2.5吨 修建胡夫金字塔 供用了30亿的水银 每年都供用10万多人 当时的胡夫金字塔 拥有灰白色的外观 非常的漂亮 金字塔高146.6米 相当于一座 40层摩天大楼 它保持了最高建筑记录 3800年 直到1300年 林肯今天被建立 才被超越 由于分化和塔典石块 被偷盗 目前金字塔高138.8米 底边长231米 总占地面积约 5.3万平方米 有7.5个足处厂这么大 考古学家 在胡夫金字塔附近的遗迹中 发现了一份沙草指纹书 记载了当时金字塔建造的过程 金字塔筹建计划 在胡夫继位的第一年就开始了 埃迪的官员们 会在每年夏天 到各个村落里面 以法老的名义 操选一些壮汉 分配到尼罗和流域各个地方 来服侍法老 其中就用一些人 去修订金字塔 这些壮汉没有一个是奴隶 而是自由的农民 这些自由的农民的父辈 或者祖父辈 有很多年轻的时候 也被征召去建造过金字塔 他们一些人死在了施工现场 但更多的人 最终是可以回到家里去的 为了建造这座金字塔 人们在金字塔旁边 开辟了一座城市 用于居住 这座城市充满了生机 有作坊 烘培师 工具制造厂 水产加工区 医院等等 后市在这里发生了大量动物遗骨 这些工人每周大约消耗74头牛 250西枝羊 还有供应不断的啤酒 工作房间还是非常优渥的 建造湖湖金字塔 需要大约500万吨的石块 石块可能来源于两个地方 一处位于金字塔 已走24公里的图拉 另一处则是遥远的阿斯万 距离800公里 他们通过尼罗河 来搬用这些石头 科学家们通过卫星图研究发现 当时的尼罗河位置 可能更加靠近现金字塔金字塔群 彩石上极其巨大 而且纪律银额 人们在工作中熟悉工作程序 成为林木尽造的熟练石匠 每个工人的分工很明确 征召着彩石匠 运石匠和工匠 彩石上的每位石匠 都使用一把铜枣工作 尼罗河谷没有铜块 这些铜来自于几百公里外的西奈半岛 还有一组负责标记的工匠 他们在每一块石块标注上不同的符号 确保他们被送到金字塔以后 都被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水是金字塔尽造的关键 埃及有一种特有的红土 叫做塔弗拉 只要它辨识以后 任何东西都可以滑动 在现场有专门运送石头的运石匠 他们配备有负责拿着罐子 不断洒水的工人 但运石匠把踩下的石头 一点一点敲上一种 类似雪橡的木底座上 然后洒水的工人开始工作 他们在木底座前的洒水 运石匠则专心负责拉底座 配合得简然有序 这些工人们相信 他们为伟大的法老 共性的这份力量 会随着金字塔的存在 传承千年 从而庇佑自己的来世 胡夫金字塔内 目前包含了三个已知凡金 国王室 王后室 地下室 国王室里面有一具巨大的花干银石光 人们认为 它正是胡夫木乃里的葬身之处 不过事实上 无间里面空空如也 在国王室底下 有一个略小的墓室 他们称作王后室 尽管考古学家清相语认为 他并不是给王后安排的 此外 在金字塔地底下 还有一间从未使用过的小地下室 考古学家们 至今也没有在 胡夫金字塔内 找到胡夫的遗体 那么 胡夫的遗体到底在哪里呢 又或是 这可能并不是胡夫的灵墓 这一些答案 还需要留给考古学家们 更多的时间去接它 第四王朝时期 除了修建了最大的 胡夫金字塔以外 国外之人还建造了 众多令人叹为光泽的建筑物 在胡夫去世后 哈夫拉选择了建造 稍微小一点的金字塔 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金字塔 但由于其建造在一块 较高的台地上 所以看上去 仿佛比胡夫金字塔还要雄伟 哈夫拉可能是 胡夫之子或者兄弟 师生人命上的建造者 目前说法不一 有说是胡夫为自己的 金字塔守灵而下廉建造 也有说是哈夫拉 为自己的肖像所塑造 还有一说则是雷吉德夫 根据父亲胡夫的肖像所建造 雷吉德夫是胡夫 和哈夫拉之间的一位法老 据传闻 最后被哈夫拉所谋杀 师生人命上 鼻子消失的原因 也是众说风语 广为流传的 并是1798年 拿破仑侵略埃及时 看到他专严雄伟 仿佛在向自己示威 于是一气之下 命令不下用炮弹 轰掉了他的鼻子 还有一个更早的说法是 在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 将师生人命上的鼻子 当作大炮轰射的靶子 给击毁了 反正炮弹就是和这个鼻子过不去 金字塔 师生人命上 这些红卫的建筑物 屹立了千年 虽是后人无碳为光指 但在当时 零年修建这些庞大的建筑物 导致国库日进空虚 人们也非常的疲惫 是以为日后王朝的衰落 埋下了伏笔 在结束了第四王朝的统治之后 公元前2494年到2345年 埃及进入到了第五王朝 该王朝历史约150年 共有九位法老 在萨卡拉 第五王朝最后一任法老乌尼斯 修建了古王国时期 最小的一座金字塔 这里保存着古埃及最完好的 金字塔第一道 这些第一道面朝尼罗河 法老相信在他们死后 尼罗河的生命力 会沿着第一道流向金字塔 赋予他们永恒的来世 考古学家在地道的墙壁上 发现了当时古埃及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面是纷扰富足的世界 这里的人享用水果 牛肉 鱼肉 等埃及出场的自然财富 而另一面 却是一副恐怖的景象 这些人饱受饥饿之苦 纵使这些石壁精力清零 至今仍能感受到 画面中这些人的虚弱 这些人是贝多因斯人 他们生活在埃及的外围 这里混乱且贫穷 而这些无序的状态 开始越来越靠近尼罗河谷 古埃及文明的第一次危机 正在酝酿 乌尼斯金字塔的墙上 人们发现了著名的金字塔名文 这些名文主要是一些祝福国王 可以沿着金字塔的阶梯 或金字塔清学面的阳光 顺利通向天国 确保国王的复活再生 闪烁特长的咒文 在乌尼斯的金字塔文中这样写道 乌尼斯没有死 乌尼斯复活了 金字塔文是第五王朝末 和第六王朝时期 流行在金字塔墙壁上 明刻的咒语经文 是古埃及宗教文献 这些名文内容很丰富 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神话传说 听文学 宇宙学论 以及宗教仪式 道德 历史事情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古埃及人的听文学相当发达 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厉 早在秦王朝时期 他们根据尼罗河的泛滥 就已经把一年确定为365天 而到了古王国时期 他们又结合天狼星的邪日生现象 把这一天定为了一年的开始 天狼星邪日生的周期 并不完全相等 聪明的古埃及人 经过仔细观察 然后推算证明 天狼星邪日生那天 在120年之后 与120年前的邪日生 那一天正好相差一个月 而到了第1461年后 邪日生那天 又成了一年的开始 埃及人把这1460年的周期 叫做听狗周 古埃及人的计算结果 和今天的听文学计算 相差无几 他们精确的听文历法 极大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人们生产生活 提供了并利条件 在远古时代 谁先掌握了卷雀的盈利 谁就拥有了领先的农业生产 也就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 这也是古埃及 发展出灿烂文明的基础 再说回金字塔名文 金字塔名文反映了一种信仰 他们相信人死后 会成为天上的繁星 金字塔名文听加了很多符咒 先听加的内容 不再是象形文字 而是用叫做僧侣文的咒语 不仅是王室贵族会在牧室里写名文 平民百姓也会写在自己的目光里 据其所在的位置 因此老得名光木文 而后 光木文逐渐代替了金字塔名文 这也是新王朝和后来的沙草纸卷 王林书里面文字的情声 古埃及人信仰埃及神话 埃及神话神秘且充满吸引力 至少对我而言是的 古埃及信仰大约诞生于公养前三千年左右 也就是第一王朝那段时间 从第一王朝到第四王朝 古埃及人都非常信仰赫鲁斯神 大家都认为法老是赫鲁斯神的后裔 是赫鲁斯神在地上的代表 赫鲁斯神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 是关门之神 以鹰的形态出现 法老的名字上面通常就画着一只鹰 赫鲁斯投大埃及王冠 要为亚马短裙 手持沃斯神战和安卡符号 赫鲁斯是王朝的象征 古埃及人的信仰是多神教 这些神有三种形态 动物形态 人形态 抽象形态 比如第一期我们提到 母牛形态的哈托尔神 就是动物形态 另外他还是赫鲁斯的老婆 上一期提到的伊姆霍特普 后来被古埃及人所神化 变成了伊神 就是人形态的神 抽象神比如贝斯 这个神掌管音乐和舞蹈 古埃及人相信他们死后会到明界 并且认为身体是灵魂的容器 灵魂每天晚上会离开身体 早上回来 这灵魂还知道朝九晚六呢 他们同样相信死后灵魂会复活 所以必须保留身体 使灵魂有自己的居所 进而使他们发明了防腐术 和制造木乃伊 制造木乃伊的时候 他们会把内藏放在四个罐子里 这四个罐子分别是 暗姆谢特 人形态的神 保护死者的肝脏 这大概是肝地的最早起源吧 哈币 形象是只肺肺 保护死者的肺 多姆太夫 形象是只柴狼 保护死者的胃 凯布山纳夫 形象是只老鹰 保护死者的肠 这四兄弟都是赫鲁斯的儿子 关于埃及神话这部展开说了 内容比较多 如果大家感兴趣 改天我们可以 另起一篇好好聊一聊 公元前2345年到2181年 帝王朝统治结束后 埃及进入到了第六王朝 这个时期总共有七位法老 其中一位法老代比二世 更是活到了上百岁 公元前2000多年前啊 上百岁 千年后的现在 又有多少人可以活到百岁呢 成为当时的法老生活条件 不要太好 这个时期的古埃及所崇拜的神 逐渐转变为太阳神拉 拉从赫里奥波里斯的地方神 一跃成为全埃及的神 位列九柱神之首 其他八柱分别是 风和空气之神舒 雨水之神泰夫努特 大地之神盖布 天空之神努特 冥王和农业之神奥西里斯 赫鲁斯之父 生命魔法 婚姻和生育之神 伊西斯 赫鲁斯之母 战争 沙漠 风暴和外国之神赛特 他是死神阿努比斯之父 房屋和死者守护神 奈弗蒂斯 阿努比斯之母 不知道鬼灭之人的九柱 是不是参考了古埃及神话 信仰主神的改变 绝不是因为好玩 说明当时的古埃及社会 也在发生巨病 第六王朝末期 埃及的干旱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史物的短缺 也使国内局势发生动弹 法老作为赫鲁斯省的人金代表 却无法改变现状 于是法老的力量和神性 古埃及的一切旧秩序 开始遭受人民质疑 同时一些省都不断膨胀的权力 使中央警察的孟菲斯备受威胁 内乱时有发生 中央政府遍延崩溃 公元前2181年到2040年 这段黑暗时期被称为 古埃及的第一中间期 这个时期经历了五个王朝 公元前2181年左右 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第七王朝 只维持了70天 却有70个法老 法老改做班制了 一天一个法老 这是埃及历史上 第一个混乱王朝 此时的中央政府 已经无力维持经济稳定 加上早年连续修建金字塔 国库空虚 接着发生的实物短缺和政治辩论 开始升级为机关和小规模内战 埃及国内局势动弹 群雄割据 公元前2181年到2130年 是埃及的第八王朝 第七和第八两个王朝 虽然都禁都在孟菲斯 制成着第六王朝的传统 大王朝的势力范围 也仅仅限于该区域 统一的中央集权之王朝 早已名存实亡 考古学家在一个名叫 安赫提菲的礼目中 了解到了当时古埃及的状况 这个叫安赫提菲的男子 他管理着上埃及的第三大神 肯尼 他的礼目中描绘了 新佛的时代图景 其中记录了一幅 非常恐怖的图景 因为饥宽 食物严重短缺 埃及人突破了道德底线 他们开始寻找 一些可以果腹的东西 直到最后 开始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人们自相残杀 父母甚至会吃掉 自己的小孩 以求生存 如果地域真的存在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关系闪闪都觉得毛骨松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严重的饥宽呢 尼罗河是最大诱营 考古学家从土星中研究发现 古王国后期 发生了比索塞尔时期更严重的干旱 尼罗河多年没有泛滥 竟然导致食物严重短缺 古王国早期的繁荣 使人口激增 使国内食物需求扩大 中后期的大型建筑工程 劳民伤财 这些因素环环相扣 最后才导致了悲痛的发生 人们的反抗 使国王权力下降 经济不景气又是盗墓并能猖獗 此后的军王们 也就不再新建劳民伤财的金字塔 而是在深山里开凿秘密的地下陵墓 后世军王都选择长命于此 这里也就逐步演变成了 皇家专属陵墓群 且设有军事要塞世代守卫 这也是帝王国的由来 到了公元前2160年 耶拉恐布利斯统治者统一了上埃及 开启了第九王朝 而迪比斯因提夫家族统一了上埃及 进入了第十王朝 古埃及再度分裂 这两个王朝共存了九十年 他们在阿拜多斯频繁爆发冲突 而此处这是埃及最初两个王朝的王室墓地 战争的怒火还是殃及到了新人的安居之所 他们烧毁皇室林墓 里面的木乃伊同样没有姓名 古埃及的历史联系 第一次出生了割裂 皇室渊源已就此中断 那么 又将是何人能够再一次统一埃及 将古埃及带入到新的辉煌时代呢 且听下回分解 古埃及在经历了混沌黑暗的古王国末期之后 上下埃及又再度分裂 下埃及有第九王朝统治 上埃及则有第十王朝统治人 期间 他们多次在边界爆发冲突 双方就这样相爱相杀 共存了近九十年 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上下埃及这种看似平衡的状态 其实已经出现了倾斜 就像故事的开始一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17年前 上埃及完成了对下埃及的军服 而这一次 赫鲁斯城还是选择站在了上埃及这一边 公元前2135年至1991年间 英提福一世 开创了第十一王朝 殿堵迪比斯 这座城市注定不凡 在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迪比斯在古埃及的发展史上 始终持着重要的作用 十一王朝总共经历了八位法老 其中第四任法老 蒙徒霍特普二世 就是这个时代的破局 蒙徒霍特普二世 霍特普的意思是开心满足 蒙徒则是迪比斯地区所崇拜的战神 这个神通常以头是带有成林 而圣舌乌拉埃欧斯的太阳圆盘 猎鹰手 男人生的形象出现 所以蒙徒霍特普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战神很开心的意思 这名字取得军 战士肯定顺 公元前2040年 蒙徒霍特普二世率领迪比斯军团挥师北上 胜利的战胜了速敌 伊拉肯布利斯的统治者 结束了古埃及的第一中间期 古埃及再次统一 这份胜利同样属于那些英勇的古埃及士兵 因此 蒙徒霍特普二世专门开辟了一处林木 用于安葬这些战死的士兵 这些士兵用亚麻布包裹 这是他们融入的象征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烈士陵园 一个崭新的时代 也由此开启 公元前2040年至1786年 由第十一王朝 开创了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 这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蒙徒霍特普二世 在都林王表里 记载了他在位51年 这个都林王表 就是记录古埃及公元前1200年之前 全部法老名单的史料 蒙徒霍特普二世在位期间 为避免再次出现军阀各族的现象 他削弱地方政权 加强中央集权 维护国家统一 虽然成效不是很大 但他仍不视为 古埃及最有一项的法老之一 另外据考古发现 蒙徒霍特普二世在位时 曾多次改名 反映当时可能发生了一些 重大的政治事件 他登记时的名字是 尼布赫·帕特拉 在外第14年 在埃及发生了一场起义 这场起义可能与南部旧王朝 也就是第10王朝的支持者有关 但资料有限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目前我们还不得而知 除此以外 还有证据显示 蒙徒霍特普二世 曾向巴勒斯坦派兵 第11王朝的实力 可见一斑 蒙徒霍特普二世 约在公元前1995年逝世 因为他的功绩 他也被后人视为 一位半神半人领袖 而后他的继任者 蒙徒霍特普三世 蒙徒霍特普四世统治时期 埃及第11王朝 依旧得到了持续的繁荣发展 而后随着末代法老 蒙徒霍特普四世的去世 埃及第11王朝的统治也结束了 公元前1991年至1786年 古埃及进入到了第12王朝统治时期 这个王朝拥有七位法老 第12王朝的近利者 阿蒙·涅姆赫特一世 他将首都前往了 伐佑姆律州伊塔威 在那里 第12王朝的法老们 实现了富有远近的 肯荒和灌溉计划 增加了这一地区的农业产量 这个时期的古埃及人 食物充足 生活有保障 此外 对努比亚的再次征服 使王朝获得了 起点土中 副产的石料和环金 古埃及的财富 又再次雄厚了起来 尤其在经历过 黑暗时期的战乱以后 现在的法老们 开始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了 他们沿着尼罗河 建造了八个巨型堡垒 又用加强对努比亚的控制 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 修建了被称为 大工厂的防御建筑 用于抵御外族入侵 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 稳定总是和动乱互相交替 第十二王朝后期 古埃及的局势 再次动荡了起来 第十二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 索贝克·内福如 她是古埃及历史上 第一位女法老 她的继位多少大点巧合 前任法老 也就是她的哥哥 是时候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 比起让将军们 争夺法老的位置 古埃及人似乎更能 接受一位女法老 毕竟这样还能反止国家分裂 没有人会再想体验一次 那个黑暗时代了 于是 索贝克·内福如 就成了埃及历史上 已知最早的女性统治者 索贝克是鳄鱼神的意思 鳄鱼神的意思 内福如则是美丽的意思 跟在一起就是美丽的鳄鱼神 所以她也被称为鳄鱼女王 这个名字带有一点政治需求 根据古埃及的神话传说 鳄鱼神索贝克 运用四倍的神力 异常强大 所以古埃及人很敬重鳄鱼神 女王改名成索贝克·内福如 也是希望给埃及人一种 我虽然是女性 但我依旧很强大的感觉 索贝克·内福如 不像后世的女法老 她丝毫不避讳 自己是女性法老这一件事 后世的女性法老 大多会束缩 女伴男装 比如哈塞西普苏特 而鳄鱼女王 却把自己的女性分散 展示得淋漓尽致 她穿着骑胸长裙 要戴短剑 必用戴子细劳 她腰身纤细 臀部分满 美丽且自信 但可惜的是 她最终没有改变 第十二王朝 持续衰落的局面 再为大约短短三年 并去世了 也许是各省的分传势力 又或是行李史上 至今仍然不平的势力 最终毁灭了 从第十王朝 传续下来的迪比斯政权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统一之后 古埃及又再次 分裂成了许多诸侯国 中王国时期 也随着第十二王朝的结束 成了过去时 公元前1786年至1567年 古埃及进入到了第二中金期 看到这个时期的名字 才被聪明的各位 已经猜得到 这就是一个相对混乱且沉默的时期 第二中金期的第一个王朝 第十三王朝 统治时期在公元前1786年 至1674年间 短短的112年 就经历了约有40位法老 与之相对的是第十四王朝 这个王朝保留下来的史料非常稀少 它几乎没有什么 既定性的建筑物保留下来 它的统治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1725年到1650年 混乱的本土政权 也给到了外族势力 趁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 北方的喜克索斯势力日经前大 他们还与南方的努比亚 接成联盟 使国埃及父辈受敌 而后的结果也没有太多意外 埃及的大部分领土都被占据 从公元前1730年开始 第十三王朝和第十四王朝的法老们 就都成了喜克索斯国王的封城 他们同时在北部 中部 南部统治 喜克索斯王朝是喜克索斯人 在大约公元前17世纪后期 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进入下埃及尼鲁河三角洲地区 他们在这里经历了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 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74年到1567年间 这段统治了中和下埃及100多年时间的王朝 被统称为喜克索斯王朝 其中第十五王朝又被称为大喜索克王朝 第十六王朝又被称为小喜索克王朝 他们进入的这两个王朝 实情今天还不是很清楚 但这两个王朝的统治者是互不相关的 喜克索斯是古代亚洲西部的一个多起源民族 它可能是由赛姆族的部落 以及部分胡里特人 和其他印欧族人的汇合而成 喜克索斯人将新的战争技术 如复合宫、马和马拉的战车 引入埃及 他们的军事实力远超当时的古埃及 同时 据曼妮托的叙述 面对来世春生的喜克索斯人 古埃及没有多少抵抗就被征服了 喜克索斯的征服者非常的埃及化 他们用埃及的象形文字 输写他们的名字 使用埃及法老传统的称呼 使用埃及神赛特来显示他们自己的神性等等 这看起来似乎喜克索斯人的统治 被埃及大多数地方接受或者支持 他们统治期内的埃及政治相对稳定 但毕竟是外族统治 他们始终没有被埃及的当地人所接受 在喜克索斯王朝末期 在此期间同时存在的第17王朝法老卡摩斯 在与喜克索斯的战争中战死 他的弟弟阿赫摩斯继位 在继位的最初十年里 控制上埃及的阿赫摩斯 同控制上埃及的喜克索斯人保持和平 但在之后的五年间 阿赫摩斯发动和领导了解放战争 根据传统基因判断 上埃及又将得到眷顾 阿赫摩斯成功驱逐了喜克索斯人 并且将他们占领时期的所有痕迹都消灭了 甚至到半个世纪后的埃及人 依然在消灭他们的踪迹 他们似乎不想承认这段被外族统治的历史 阿赫摩斯统一了上下埃及 强大的第18王朝由此尽力 这是古埃及先王国时期的第一个王朝 也是古埃及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王朝 在古埃及的31个王朝中 该王朝延续时间最长 版图最大 国力最鼎盛 期间的埃及被称为埃及帝国 在一个世纪时间内 他的势力延伸深入亚洲 很多名义上独立的国家都承认埃及为其领主国 那么这样一个强大的埃及帝国 又将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公元前3100年 美尼斯统一了埃及 经历了世界上首个大一统国家 这是一个伟大古代文明的起点 1000多年以后 由阿赫摩斯开创的第18王朝 更是将古埃及文明带到了辉煌的点点 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国 第18王朝 统治时间约在公元前1575年到1308年 长达267年 是古埃及历史上统治时军最长的王朝 总共经历了14位法老 也许是被外族统治的这段历史太过憋屈 阿赫摩斯驱逐了喜克索斯人之后 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造城墙 修堡垒 不存在的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而后 阿赫摩斯将反抗侵略的战争 扩大为对外侵略战争 他先后攻击了叙利亚 巴勒斯坦和努比亚 使埃及帝国的势力范围隐身到了境外 向北到达白布罗斯 向南到达布衡 从此 埃及军事帝国的姿态傲视邻国 古埃及历史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新王国时期 阿赫摩斯死后 他的儿子阿蒙霍腾普一世纪尾 阿蒙当然是太阳神阿蒙的意思 阿赫摩斯发家于迪比斯 阿蒙神原先只是此地的神奇 而当迪比斯成为全埃及的都城后 他就成为了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国神 和新的太阳神 有时候他会和拉合体变成阿蒙拉 从第五王朝开始 每个法老一般都至少有五个名字 每个名字代表不同的含义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比较重要的这五个 荷鲁斯名 这是最古老的名字 象征着力量强大 通常有一只神笋和一个宫镇组成 而法老的名字通常写在这个宫镇里面 象征着完全的神圣力量 化身在居住宫镇里这个人的身体内 躲起来就是荷鲁斯某某 两女士名 第二古老的名字 这两女士分别是 上埃及的守护神 脱旧女神奈赫贝特 下埃及的守护神 引进蛇女神瓦迪特 这个名字代表守护埃及 象征埃及的统一 金河鲁斯名 标志是一只笋站在黄金圣书上 古埃及人认为 神的皮肤和血液都是金色的 所以这个名字代表 王是完全的人力化身 最后两个名字写在王名圈里 拉绳之子名 这个名字是法老出生名 我们一般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比如阿门霍特佛一世 一世就是学者们在后面加的编号 用于区分 王位名 通常在最后出现 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缩巢和密封分别代表了上下埃及 这个名字通常在法老登基时使用 寓于上下埃及之王 第十八王朝的第二任法老 阿门霍特普一世 他在位期间没有频繁地发动战争 而是更加注重建造神殿 法老们把自己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阿门神 在阿门的神庙上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劳力 阿门霍特普一世死后 由于没有儿子 王位归于当时的军事统帅图特摩斯 在图特摩斯一世 图特摩斯父母都不是王室亲戚 为保持王室税统 图特摩斯迎娶了阿赫摩斯的女儿做妻子 但也有人认为 其实此人是阿赫摩斯的妹妹 图特摩斯刚刚登基 南部归属于埃及的奴比亚就起兵叛乱 图特摩斯不愧是军事统帅 二话不说亲率军队出击 亲手杀死了奴比亚丸 并将其尸体带回了埃及首都迪比斯 以彰显自己的功绩 此后 图特摩斯又发动了对叙利亚 巴勒斯坦的战争 将埃及将于扩大南至尼罗河 第四户部附近的纳帕塔 北至尖土耳其边境附近 第十八王朝的版图再次扩大 同时 图特摩斯带回来的战力品 以及附属国林林的进贡 是当时的埃及前所欧有的附属 这些财富大部分都被图特摩斯 用来建造太阳神阿蒙的神殿 图特摩斯死后 被站在新的陵墓帝王谷中 从第十八王朝起到第二十王朝 帝王谷就成了法老和贵族的主要陵墓区 据传闻 图特摩斯有感与新人的陵墓 大多遭受了盗墓人的侵害 于是他的墓穴 选择在了迪比斯山西路隐蔽的断崖下 同时据帝王谷建筑师伊南尼的记录 参与陵墓建造的工人 不再是金字塔时代那些自由的农民了 而是选择丈夫来参与尽造 并且在工程结束后 他们就会被统统杀掉 只有死人才可以守住法老的秘密 但事实没能如他们所愿 厅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帝王谷密集的墓站 紧直就是盗墓节的天堂 在后世的五百多年时间里 站在那里的每一座墓室 都无一例外遭到了洗劫 三千年来 帝王谷早已彻底废弃成了一片 破败不堪的荒墓 一批又一批的盗墓者 将这片山谷翻了一遍又一遍 十九世纪 在法国的埃迪学之父 山伯良破译了古埃迪的文字之后 冒险家 考古学家 文物贩子 都展上了飞往埃迪的翅膀 大量的文物车载船庄 被运到了充满现代城市文明的博物馆 或者就藏在一些人家的地下室里 一切有榨值的东西 就被明目占胆 或偷偷摸摸地被弄走了 这是古埃迪文明的重大损失 而后 图特摩斯的数字 图特摩斯二世继位 她与具有王室血统的哈特谢普苏特结婚 哈特谢普苏特是图特摩斯和王后阿莫斯的所生 这个女人了不得 图特摩斯二世在位后期 实际权力可能已经掌握在哈特谢普苏特手中 图特摩斯二世死后 哈特谢普苏特更是将诱宁的图特摩斯三世架空 在古埃迪 控制了宗教就等于控制了权力 她联合僧侣编造绅士 称自己是太阳神阿门之女 哈特谢普苏特在位时军 大约在公元前1503年至1482年 古埃及社会是南权社会 所以哈特谢普苏特必须表现得足够强势 才能巩固统治 她戴假胡须 身着男装 束松宽带 手执传战 威影无比 极少有人见过她本人 她的真实相貌和她的传奇故事一样神秘 哈特谢普苏特统治埃及席经 停止了其父图特摩斯的征战 开始与邻国通山 此时的埃及十分繁华 古埃及出土的巴勒墨石碑上 描述了古埃及彭特国密切的贸易关系 彭特国可能是位于 现金苏丹东部和厄里特里亚一带 黑人所建立的国家 哈特谢普苏特同样用大量的财富 尽造神殿和陵墨 其中最著名的 并是迪比斯尼罗河西安的庭林庙 但在庭林庙高处的一幅涂鸦 显示出这位女法老并不受寄认者的尊重 涂鸦描绘了女法老混乱的私生活 除此之外 哈特谢普苏特还在卡纳克神庙 修建了当时最高的番金碑 也是献在埃及境内最高的番金碑 这座献给太阳神阿门的番金碑 哈特谢普苏特在碑上描述了自己是阿门神的女儿和儿子 以此证明自己继承大同的合法性 卡纳克神庙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庙 阿门神的崇拜中心 一个非常重要的祭祀的场所 被哈特谢普苏特罢处的图特摩斯桑士 就是在这当了一名普通祭祀 卡纳克神庙始建于中王国时期 至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大加扩进 第十九二十王朝又陆续增修 由于年代久远 现在的神庙已经破败不堪 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他真实面貌的四分之一 考古学家通过那仅存的部分 护养了当时卡纳克神庙的图景 从画面中 依然能感受和想象到 卡纳克神庙丹宁的宏伟壮专 考古学家还在神庙中发现 古埃及人似乎会在这里举办饮酒节 他们在这向神灵展示自己的喜悦欢乐 他们在歌在舞 开怀唱饮 有些人甚至会喝得烂嘴如泥 这还不够 他们还会使用蓝莲花来助兴 蓝莲花的花朵和种子 含有影响人精神的成分 吃了之后会觉得飘飘欲腥 他们会把花戴在手上或放在酒中 以并快速进入状态 当然 这种饮酒节并不只是个人饭纵 而是一个宗教活动 他们认为 人在醉酒的状态 能更好地与神灵沟通 喝得越多 表示对神灵越敬重 哈特谢普苏特统治期间 国内持续繁荣发展 尽管在内政方面破误手段 但对外则无尽数 由于停止了战争 埃及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减弱 在他死后 叙利亚巴勒斯坦就宣布独立了 之后 被罢出的图特摩斯三世继位 图特摩斯三世是负起图特摩斯二世 同次非伊西斯的结晶 也许是出于报复 又或是这位敌姆的出现 会破坏埃及法老 有南西基层的传统 于是在图特摩斯三世上台后 他将哈特谢普苏特留下的痕迹 从埃及大地抹去 到处破坏他的纪念性建筑物 此外 最为后人所惊惊了到的 是他在位期间 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争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 其结果是恢复了哈特谢普苏特时代 丧失了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 最著名的一次 便是公元前1479年的美吉多战役 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整个迦南 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都显得很本分 起到了绝对的威慑作用 又在公元前1445年 图特摩斯三世打败了米塔尼国王 独占了米塔尼王国 位于诱发拉底和西洋的土地 他还是叙利亚 亚述 巴比伦 赫提 克里特的统治者们 都向他称臣大贡 巴比伦还将一位公主 送给了图特摩斯三世为妃 这也是两个历史最重要的文明中心 第一次以灵的形式相结合 这些墙壁上刻画了一个个断手 战性着法老对外征服的胜利 当时的士兵会通过砍断敌人的右手 来记录自己的战功 以向法老换取奖励 同时为了巩固被征服地区统治 图特摩斯三世在西亚驻扎金汉的军队 并派驻总督进行治理 同时也利用当地的土治王公进行统治 每征服一国 他并将其王公的子弟带到埃及 一方面作为人质 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接受埃及的教育 培养对埃及的感情 这手段十分高明 晚年的图特摩斯三世 逐渐清新于享受荣华富贵 他让其子阿摩霍特普二世成为他的共治者 公元前1425年 图特摩斯三世逝世 因他的功绩 他被誉为 第一个建立的具有真正意义帝国之人 第一位世界英雄等诸多荣誉 通常认为 是图特摩斯三世 使埃及完成了从一个地狱性王国 向周际大帝国的治病 所以他也被认为是古埃及最伟大的法老之一 被称为古代世界之达破仑 那么在图特摩斯三世之后 产生的这十八王朝 会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图特摩斯三世 图特摩斯三世 这个被誉为古代世界拿破仑的男人 他唯一和拿破仑不同的 是他一生中发动过的食物场战役 从未输过一场 其结果就是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 埃及帝国 此时的埃及空情繁荣 万般来潮 拥有神一样军事才能的图特摩斯三世 显然还是一个凡人 公元前1425年 图特摩斯三世世世 阿门霍特普二世 图特摩斯三世之子 图特摩斯三世执政后期 就已经将王位传给了他 他们共同执政了三年左右 现在 阿门霍特普二世 需要独自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了 图特摩斯三世刚去世不久 北方的叙利亚再次发生叛乱 第十八王朝有上午的传统 阿门霍特普二世 显然获得了父亲的争传 于是他带兵征讨 取得了胜利 而后的几年时间里 除了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地区 其他地区的动荡 时有发生 据记载 他曾出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远至右发拉底河 还征服了利比亚部分地区 镇压了一切反抗意图 公元前1401年 阿门霍特普二世世世 其子图特摩斯四世继位 他是已知最早提出 崇拜阿顿省的埃及法老 在他印章的名文中 至少有一次的战争胜利 被归功于阿顿省 而此前 第十八王朝的法老们 通常把所作的归功于阿门省 这一位后续的宗教改革 埋下了伏笔 有关图特摩斯四世的统治 考古学家所知甚少 关于他的信息 有一个叫做寄梦碑的重要文物 据寄梦碑记载 图特摩斯四世在一次打猎活动中 在被黄沙埋至脖子的 世生人命像头下休息 他很快睡着了 并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世生人命像对他说 如果他能清楚黄沙并进行修复 他将成为下一任法老 于是在完成了对世生人命像的修复工作后 图特摩斯四世将一个雕刻的石板 树立在了世生人命像的双爪之间 以表示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 图特摩斯四世并不是 阿蒙霍德普二世所选帝的皇权继承者 一些学者认为 图特摩斯四世驱逐了他的兄长 以篡夺王位 图特摩斯四世在位期间 镇压了一起发生在努比亚的小型起义 并且在一个石碑上提及了此事 总之就是很喜欢石碑 当西亚地区的赫提帝国崛起的时候 图特摩斯四世与米坦尼的公主结婚 与米坦尼建立了同盟关系 以抵御赫提帝国的扩张 同时也帮助米坦尼繁育亚述 亚述帝国的威胁 这个赫提帝国是现今位于土耳其 大约形成于公元前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个小国 或以哈图沙为中心形成联盟 主境统一 为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达到顶身的一个帝国 赫提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 掩铁和使用铁器的国家 赫提的铁兵器曾是埃及等国家档海 亚述的野铁术就是从赫提那里学来的 这个亚述是两河流域在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十八世纪 由闪除人发展起来的王国 而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达到了点身状态 亚述帝国战斗力很强 是世界史上第一个撑得起军事帝国的国家 米坦尼和赫提帝国最后被他依次干翻 再说回图特摩斯四世 图特摩斯四世身体不是很好 他当了九年多法老并去世了 随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 他在位约38年 据说阿门霍特摩斯三世贪图美色 经常要求埃及的蜀国向自己进攻美女 当上法老的第二年 就同一个并非来自镇头王室的平民女子结婚了 这个女子叫泰伊 是一个富上的女儿 后引起美貌绝伦而被选进攻 除此之外 在位期间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大力发展对外关系 与巴比伦 米坦尼 及塞浦路斯等国王修好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的外交设计 都记载于阿玛尔纳文书 这也是世界上有文字可靠的最早外交文献 有关阿门霍特摩斯三世军事活动记录只有一条 是他在位初期 对抗努比亚人的战争 战争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确保来自 努比亚地区的埃及环境运输路线的安全 在阿门霍特摩斯三世统治期间 整个埃及富有而又稳定 充足的国库使他可以发挥古埃之人的传统记忆 他修建了包括西迪比斯的神庙 卢克索的门农巨像 及阿门霍特摩奇连殿在内的诸多宏伟进驻 他在埃及开设了许多玻璃 彩桃等作反 他可能是树立当下最多的一位法老 因此 他也被誉为法老艺术家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的死因 可能是晚年时期的匪叛与疾变所导致的 物极必反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统治末期 埃及对替亚洲领地的控制出现松动迹象 这似乎也预示着十八王朝的强盛 开始接近了尾声 阿门霍特摩斯四世 阿门霍特摩斯三世之子 阿门霍特摩斯四世在位时期 最重要的事情是推行了对阿顿神的崇拜 这是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 提到阿门霍特摩斯四世 就不得不提下他的老婆 那夫弟弟 古埃及与那夫弟弟的含义是 迎面而来的美人 那夫弟弟曾受到人们有模拜女神般的憧憬 他的名字和画像 在很多神庙和壁画中出现过 但是 在大约公元前1336年的时候 他突然从历史上销声匿迹 当时他只有三十多岁 据说希特勒非常喜欢那夫弟弟塑像 并称永远不会交还华号头像 这是艺术品 真品 真正的宝贝 二战结束后 安基也多次提出归还塑像的要求 但德国一直装聋作哑 拒绝回应 阿蒙霍特普四世夫妻俩 看到了阿蒙神道祭司们 不断增加了财富和权力 担心会影响其统治 根据阿蒙阿尔纳文书记载 在阿蒙霍特普四世登上王位的第一年 为了削弱阿蒙祭司集团的势力 他奋行一神教 将阿顿分为至高无上的主神 太阳神 这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一神教 值得一提的是 有学者推测 犹太教创始人摩西 但是很可能是阿蒙霍特普四世 新宗教的官员 甚至可能是法老的儿子 而后受到启发 才创立了犹太教 阿蒙霍特普四世 他依靠对阿蒙祭司 不满的忠小奴隶主贵族 才将宗教改革的形式 与阿蒙祭司进行斗争 前期他们只是关闭了阿蒙神庙 请上了祭司 但发现这样做还不够 而彻底摆脱阿蒙祭司 他又雷格大胆的想法 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的第五年 开始建造一座新城市 埃赫塔顿 十年时间 他们将首都从迪比斯 轻移到四百公里处的埃赫塔顿 考古学家从这座城市的遗迹中发现 参与青督的工人们 生活条件非常糟糕 他们干着繁重的体力活 却吃不饱饭 营养不良 与之学城宣明对比的 是阿蒙霍特普四世 进给阿顿神的贡品 就是贡品有牛肉 水果 面包 啤酒 等丰富多彩的食物 贡品被大量的露天摆饭 以便这个虚无飘飘的太阳神阿顿 随时享用 阿蒙霍特普四世 并没有在这个他认为的梦幻之都 尚待他的人民 同时为了表示与阿蒙信仰的决裂 和对阿顿信仰的支持 他改变了自己的拉名 新的名字表示出对阿顿崇拜的意思 艾赫纳顿 自明意思为阿顿的仆人 阿顿光辉的灵魂 尽管艾赫纳顿在埃及全国 竭力推行对阿顿神的信仰 但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改变传统的信仰 还是兴奋感大的旧神 而且 受到打击的阿门祭司们的势力 还是很强大 他们利用旧的宗教观念 煽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宗教改革 企图恢复他们原用的地位 自初支持阿顿纳顿改革的军人们 和中小奴隶族贵族 由于阿顿纳顿减少了对外的扣战战争 失去了财富的来源 也尽其心声不满 当时 甚至还有人想通过暗杀阿顿纳顿的方式 阻止这场改革 由于阿顿纳顿对宗教事务的过度关注 埃及在国外的影响力下降 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国力衰退 法老对宗教改革以外的政治活动漠视 无疑引发了有情人经历的埃及帝国的大麻烦 阿顿纳顿与米坦尼的国王发生了严重矛盾 他因此与赫提人结盟 而这些可怕的战士在他们的领袖 苏碧·路里乌玛伊士的领导下 正在进攻米坦尼以经历自己的霸权 许多臣服于埃及的亚洲小王公也受到了赫提人的威胁 他们只能向远在非洲的法老本人求援 而埃赫纳顿一概置之不理 这也就导致了在他统治期间 埃及对亚洲的控制受到了削弱 在埃赫纳顿统治期间 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大事件 包括一场瘟疫 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次大流感爆发 这场瘟疫也被记载于圣经中的第一章 《出埃及记》中 圣经记载 当时的法老埃赫纳顿将犹太人囚禁于埃及 犹太人熟练摩西渴望让同胞自由 于是并祈求上帝将瘟疫散布埃及 当时的埃及一片凄惨 尼罗河变成了红色 鱼类大批死亡 青蛙 虫子 苍蝇等昆虫到处泛滥 然后瘟疫也由此爆发 这场瘟疫从埃及扩散到了整个中东 杀死了赫提新王国国王苏比陆里乌玛一世 那么这场灾难有没有科学的解释呢 科学家从尼罗河中发现了火山岩碎片 分析之后发现 这些碎片来自于渗透里面的火山爆发 火山巨大的能量将火山灰抛击数百英里外的埃及 而后落到地面的火山灰 所携带的酸性物质和硫磺成分使河水变红 造成了严重的水质污染 最后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这场瘟疫导致了埃赫塔顿这座城市的顺速衰弱 在埃赫纳顿次身后不久 它就被荒废了 很多学者认为一个强盛的埃及帝国就是在这里结束了 埃赫纳顿保存下来的艺术形象 表现出它有一副非常奇特的外貌 极其细长的四肢 突出的腹部和宽大的臀部 这也带来了一些奇怪的观点 例如我认为埃赫纳顿实际上是一个化妆成男人的女人 或者患有什么性别绝对混乱的病症 另一种理论解释法老奇怪的容貌 受到了麻烦综合症折磨的缘故 这也许是古埃及统治者们为保持王室血统继续尽情结婚 出现的一次基因问题 埃赫纳顿死后 他的女婿也可能是儿子 继承了王位 在安门祭司和大贵族的压力下 他被迫与安门祭司妥协 终止了宗教改革 重新恢复了对安门神的崇拜 归还了安门神庙被没收的财产 并赠予神庙大量新的财产 同时将首都清回了迪比斯 这位法老便是著名的图坦卡蒙 以为安门的化身 那么在这位法老身上 又会发生哪些神奇的故事呢 图坦卡蒙 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之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他功绩最为省著 而是关于他的众多话题为人们所惊惊乐道 图坦卡蒙的灵墓保存得非常完整 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被盗 直到1922年才被英国人霍华德·卡特发现 并挖掘出了大量珍宝 墓中发现了2000多件文物 其中一宝非常丰富 震惊了西方世界 他目瞻的发现代表了埃及考古工作的顶峰 图坦卡蒙的命具成了既金字塔之后 又一个古埃及的象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图坦卡蒙墓中80%的物品 可能都属于二次加工 原先这些物品的主人 可能属于爱荷纳顿和那夫弟弟 只不过爱荷纳顿时期的宗教改革 引起了阿门祭司不满 而这些物品最好的归宿 就是再次加工成图坦卡蒙的陪赞品 跟随图坦卡蒙的去世成为历史 关于图坦卡蒙 最著名的莫过于法老诅咒的故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诅咒是怎么一回事 自从霍华德·卡特一行人 进入图坦卡蒙的陵墓之后 西市参与挖掘的卡纳逢伯爵 在一个月内突然死亡 除了他本人之外 之后的三年多时经理 新会有22名参与图坦卡蒙 陵墓发掘的人员意外死去 据传闻 图坦卡蒙的陵墓上 镇刻着这样一寒木之名 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 死亡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似乎法老恐怖的诅咒因因了 而后数十年里 经过各类电影和小说的大肆渲染 法老诅咒越传越邪乎 不仅连盗墓者望而却步 也连众多考古学家和观观客 忧心忡忡 那么关于法老诅咒 有科学的解释吗 先说说那段邪乎的墓之名 强劲的法老墓之名 会警告上场牧师者 可能会遭受厄运 诸如在尼龙河游泳 会被鳄鱼吃掉 或者被河马咬死等等 虽然这些话不吉利 但并不恶毒 考古学家在破译了 图堂卡蒙牧场上的文字之后 发现那句所谓的诅咒 压根就不存在 这句话实际上是 二十世纪的新闻记者 为了曝光 胡编乱造 当时图堂卡蒙牧 被各家新闻事而真相报道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假新闻 当到现在 那就是性质恶劣的标题党啊 这些媒体大概只关心收入 不关心真相 那么 既然法老诅咒是子虚无有的 那么这些一个个意外死亡的人 该如何解释呢 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第一批进入到图堂卡蒙牧中的人员中 非正常死亡的只剩5%左右 如果说有什么异常的东西 大概是因为牧师空间密闭 其中的病菌不能与外界的空气共同进化 从而形成了独立的进化体 是人类并未接触过的 并且无法抵战 再加上当时第一批进入牧师的人员中 几乎没有防护装置 他们仅仅是将一块橘子皮 扳在鼻子下面 用于充当一些牧师的意味 根本不可能将剧门的真菌豹子 与自己隔离 正而导致了意外死亡 那位卡马芬伯爵 死因是因为在图堂卡蒙的莲幕中 被蚊子钉了一口 随后在刮脖子时 刮破了被钉咬的部位 发生了感染 最后死于败血症 关于图堂卡蒙的死因 目前也是众说风云 有谋杀说 即便说等等 有一种说法 我认为可能比较接近真相 科学家通过DNA鉴定 一具被叫做年轻女士的穆乃伊 是图堂卡蒙的生母 这具穆乃伊死相相当凄惨 嘴角巨大的裂痕 说明她当时遭受了非人般的对待 这产生可能是燃于那些 反对爱荷纳顿宗教改革的极端分子所为 过去考古学家曾认为 年轻女士是图堂卡蒙的母亲 也就是爱荷纳顿的王后 那夫弟弟 但DNA研究证实 图堂卡蒙的生母 也是阿摩霍特普三世和提耶王后亲生 是爱荷纳顿的亲姐妹 在十八王朝的迪比斯家族宫 这种乱伦的枯沛方式 至少持续了两个半世纪 图堂卡蒙的父亲爱荷纳顿 那奇特外貌和短暂的一生 表明他可能也深受其害 图堂卡蒙的基因缺性更加严重 他在19岁就不先去世 科学家利用虚拟解剖技术 弓扬图堂卡蒙的面容和身形 他生成的经常状况非常糟糕 患有多种疾病 他患有畸形族 导致他连走路也需要拐杖 这里就解释了他的怜目 为什么有多达一百多根手杖 同时他还恶劣 爆牙 并且恪恶门失衡 他胜部微微隆起 还拥有女性般的分屯 这个分屯就是得到了爱荷纳顿的一场 但导致他直接死亡的 可能是一场车祸 图堂卡蒙目中出土了大量战车 这些战车一方面标志着 图堂卡蒙时代的埃迪战车 工匠的工程学技艺 已经达到了金融的水平 另一方面可能表明 图堂卡蒙深情可能喜欢飙车 虽然他连战役都很困难 科学家通过虚拟的尸检发现 他受伤的部位缠在身体的一侧 车祸运渡者们做出了 倾载的车辆碰撞的电脑模拟 结果写时二轮战车 拧压到了他的身上 弄断了他的肋骨 盆骨 压死了他的心脏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所有发现的 法老木乃伊中 图堂卡蒙是唯一没有心脏的法老 很显然 车祸使他破碎无法修复 没有了心脏的图堂卡蒙 显然没法顺利通过地狱审判厅 国外籍人相信 死去之人的心脏 要在地狱审判厅 接受奥西里斯审判 之前我们说过 奥西里斯是大地之神盖布 与天空之神努特的斩子 冥界之王 他负责这些人死后 是否可以得到永生的审判 奥西里斯以马特神之语衡量 心脏若因罪恶重于羽毛 他将被扔给怪兽阿米特吃掉 永世不得超生 若轻易羽毛则可以安全情形 没有心脏的图堂卡蒙 那肯定是无法超生了 不过聪明的古埃及人 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故事都有了 还怕不能商业兵性吗 聪明的古埃及人 又想到了通过圣甲虫 俗成史格兰来保护自己的心脏 使自己顺利抵达来世 那为什么会用史格兰呢 古埃及人对分辨的看法 和今天差别很大 在古代 人和动物的祥 会用作肥料使用 有时候还会用来汽塵造物 又或是用作燃料生火作范 甚至还会被当作药物 用来治疗疾病 发烧感冒不用怕 一口热响帮助你 古埃及人注意到 每天一轮圆圆的太阳 东升西落 就好像史格兰所滚的粪球 也是原显的 太阳推动新生命的诞生 而史格兰的幼虫 也是从粪球中诞生的 你说巧不巧 于是古埃及人 就将史格兰推动的粪球 视作太阳的化身 而史格兰就是太阳神 也就诞生出的太阳神凯布利 古埃及人在墓葬中 会放置史格兰木乃伊 或做成配饰 放置在心脏的地方 以求太阳神凯布利 保护死者 顺利进入来世 图探卡姆的胸前 就有这样一块精致的史格兰配饰 既然说到了动物木乃伊 那就再展开说一下吧 对古埃及人而言 像神灵的献祭 是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 他们会通过雕像 或者动物木乃伊 以表达自己的建议 祈求这些动物神 在现世保护自己 并受灾害 在来世 保佑自己安息 这些动物木乃伊 还让考古学家 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动物木乃伊的起源 大约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 人们在塞加拉 发现了大量的动物木乃伊 有鳄鱼 猫 猪鹿 牛等等 他们都和特定的神关联 比如猪鹿关联月神托特 猫关联猫神贝斯特 考古学家原先认为 木乃伊什么样的造型 里面就应对应某种动物遗体 然而他们通过CT扫描发现 哪里 古埃及人竟然是世界上最早一批 王满河的人 他们发现有些动物木乃伊 里面竟然装着沙子 石头 芦苇等 重点这些猜不透内核的木乃伊 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左右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古学家分析 当时古埃及的朝圣者 来到塞加拉朝圣 会向祭司购买动物木乃伊 然后埋葬他们 而后 动物木乃伊的生意越来越好 木乃伊供不应求 祭司们也就出现了一次充满的现象 这些祭司装着盆满钵满的同时 可能并没有觉得愧疚 因为他们会让朝圣者相信 无论里面装着什么 动物木乃伊的神力都是一样的 扯得有点远 再说回主性图探卡蒙 图探卡蒙在九岁的时候 就继承了王位 很多人曾认为如此年轻的法老 在宫廷中会丧失统治理 然而一些古墓场景显示 事实可能必非如此 图探卡蒙这位少年法老 在卢克索神庙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负责过专修阿姆霍特普三世 修建的围绕在大祝兰周围的宫廷城墙 他还为卡纳克 建造了一座美丽的雪花石膏 斯芬克斯像 图探卡蒙实际上是一位独立的法老 不依赖于任何大臣 他不仅牢牢握住了政权 甚至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 尽管他极不可能参加战斗 但是在他统治期间 图探卡蒙曾在叙利亚进攻赫提人 并且打了几场胜战 赫提人曾经因为埃赫纳顿明显对外政策不感兴趣 夺取了叙利亚地区很多连地 图探卡蒙成功领导了对努比亚和叙利亚的战争 并在对叙利亚的战争发动后一年死去 霍伦海铺是第十八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 他的军事生涯始于埃赫纳顿时期 在图探卡蒙统治时期 他被任命为法老的代理人 在他之前 还有一位法老叫阿依 原先阿依是一位大祭司 在图探卡蒙死后 他迎娶了图探卡蒙的老婆 安凯赛纳蒙 之后被登上了法老之位 霍伦海铺同阿依一样 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资料非常有限 他在阿依之后正式登位法老 霍伦海铺在位期间 埃及时分繁荣 并且他通过重建贸易山队 恢复了国外领地 公元前1292年 霍伦海铺逝时 他选择了一名名叫帕拉梅西斯的职业将军 为他的继承人 而他 就是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的缔造者 拉梅西斯一世 那么第十九王朝 又将发生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公元前1295年到1189年 由拉梅西斯一世 开创了新亡国时期的第二个王朝 第十九王朝 在拉梅西斯一世登基后不久 他就指定了他的儿子 赛特一世作为摄政王与他共同执政 而他的儿子 此时已经是一名军队指挥官 并且热衷于阳真叙利亚 企图恢复埃及在那里曾经的地位 拉梅西斯一世在位时间出乎意料的短暂 仅仅在位一年零四个月被去世了 拉梅西斯一世被葬于帝王谷 厚伦海部墓附近的一座参促进造的林墓中 拉梅西斯一世的穆乃伊 曾在19世纪埃及穆乃伊疯款倒卖中 被倒卖至加拿大 然后转转至美国 进一系列现代科学经典 确认其身份就是埃及第十九王朝的开国法老 拉梅西斯一世 最后于2003年回赠埃及 看来美国人比德国人厚道一些 拉梅西斯一世死后 塞提一世正式继位 他武德充沛 继位后重振埃及军队 以从说服埃赫纳顿时期 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丧失的领土 他曾攻陷推罗城 与赫提人交战 后定立合约 推罗是古代菲尼基人的城市 当代则是黎巴嫩的第四大城 他在公元前十六世纪 曾是埃及的蜀国 公元前十四世纪 臣服于赫提帝国 塞提一世在位期间 大兴土墓 修建了包括卡纳克神庙 伊波斯蒂尔大厅在内的许多宏伟建筑 他还在帝王谷修建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座陵墓 这座有着174米长廊的地下墓室 其地板 天花板及墓墙上 显示埃及传统宗教体系的权利回归 以代表着塞提时期 古埃及艺术和文化的复兴 众神环绕 他借此同过去的埃及 尽力灵系 以展现自己完全的正统性 塞提一世牧师描绘的 还是一副古埃及人陕上中的 冥界景象 古埃及人相信 明界会有12道关卡 考验法老 这些牧场上的内容 是明界的地图 也是帮助法老通关的秘诀 在塞提一世之后继位的是 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 当时他的年龄大概是25岁 这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雄心 和完强的自我意识 他要让自己的赚举 超越所有的新人 这位古埃及历史上 最著名之一的法老 也确实拥有一段 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 其执政时期 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时期 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 他恢复了对巴拉斯坦的统治 他与同时代的另一大强大帝国 如日中天的赫提帝国 发生了多次战争 最著名的一次 是公元前1274年 双方在奥伦特河畔的卡迭时 发生了一场战役 说废话的感觉 卡迪史战役是古代军事史上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会战之一 据说当时 埃及方面又有2000辆双轮战车 16000名步兵参战 赫提帝国方面 又有3000辆双轮战车 2万名步兵 卡迪史战役虽然是双方 主力大军之间的最大规模碰撞 却不是一次决定性的会战 而后 双方陷入了多年的苦战 谁都无法彻底战胜对方 长期的战争消耗 使双方无力再战 于是在赫提帝国的提议下 公元前1295年 双方定籍了埃及赫提合约 这是历史上保留至今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 国际军事条约文书 条约规定 双方实现永久和平 永远不再发生敌对 永远保持美好的和平 和美好的兄弟关系 双方实现军事后驻 共同反应任何入侵政敌 双方承诺不得接纳对方的逃亡者 并有引渡逃亡者的义务 正好一个不打不三十 打完任兄弟 这还不够 条约签订后 赫提王以冉女嫁给 拉美西斯二十为妻 通过政治联姻 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同盟关系 埃及与赫提的争霸战争 是古代中近东历史上重要事件 另外有趣的是 双方都在国内宣言 是自己战胜了对方 而且这两个强大的帝国 在签订王条约之后 都不约而同走向了衰落 在拉美西斯二十时期 全球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干旱 这场干旱持续了150年 多个文明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得益于古埃及发达的农业水平 当时的古埃及人 就已经掌握了植物杂交技术 培育出了更加耐汉的古物 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明了水味剂 通过观测宁罗河水的深度 来预测经营的收成 尽可能地缩小旱灾波及的范围 这使得古埃及在这场灾害中 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甚至还为赫提人提供了救济 同时与赫提帝国 签订的和平条约 古埃及迎来了一段和平时期 这一位第十九王朝 创造诸多宏伟建筑提供了机会 拉美西斯二世 比古埃及任何一位法老 都勤于大兴土木 在埃及这片土地 3000多年以来 一直都是建筑工地 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 他下令修建宫殿 庙宇 雕像和石碑的数量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不惜占用一些更为古老的建筑 有些古老建筑被他修复之后 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有些被他围在一起 免疫修建的建筑群当中 还有的 则被当成了材料库 在被拆毁之后 当成修建新建筑的材料 拉美西斯二世新建的工程中 包含一座新的首都 这座新城的奢华程度 与埃及另外两大城市 孟菲斯和迪比斯 不相上下 这座城市被称为 培尔拉美西斯城 一位拉美西斯的家 这座城市 近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 古阿瓦里斯城 拉美西斯二世 在这里建造城市 不光是为了享乐 还有其军事和战略意义 这座城市紧爱的东部边境 过去经常遭到外祖的入侵 另外它还是一个 邻居埃及和亚洲的 重要商业交汇地 是一个战略要地 因此在这建造城市 还可以起到保卫兵防的作用 不过这座城市 在拉美西斯二世去世后的 一个多世纪 因为支流河道的干涸 经济效率降低 到了第21王朝 法老们并迁都至塔尼斯省 同手青督 古阿瓦这种传统技能了 最后 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 也就暗淡了下来 阿布星贝神庙 被看成是 拉美西斯二世最伟大的作品 也是名副其实的 古代建筑瑰宝 他坐落于 纳萨尔湖西安的山坡上 开造的深度有60米 他本来是共奉三位主神 阿门 拉 布塔 但实际上他只为一位真神 就是拉美西斯二世本人服务 布塔神之前没有介绍过 他是孟菲斯的主神 被视为万物的创造者 拉布星被神庙的命运有些坎坷 他在进城后不久 一场地震使他们受巨大损失 许多石柱和雕像断裂 受损的部分还包括 神庙正面的整个上半部 大部分破损的地方 随后得以修复 但当时的建筑师 出的雕像爱莫能助 只能任由雕像的碎块 散落附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神庙 已经是他搬家后的案子了 1960年 埃体总统纳塞尔 开始下令修建 阿斯万大型水库 水库进城后 形成了一个 长越500公里的人工湖 可以将许多不毛之地 变成粮田 这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说 至关重要的项目 但同时 它会将埃及法老文明的 许多遗迹 永远埋入水底 其中就包括阿布星被神庙 随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向世人发出了警报 发动了一次 名副其实的拯救行动 世界各国伸出援助之手 向埃及提供人力 资金和技术 最后成功将阿布星被神庙 转移到了离原地180米 地面抬高65米的地方 整个工程花费了五年时间 使用了2000多名工人 城堂的材料 以及在考古史上 从未有过的资源技术 同时 这座神庙神池太阳洁 也被尽可能地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古埃及人 精确地运用天文学 心向学 地理学等知识 按照要求 把神庙设计成为 只有在拉美西斯20的生日 和神庙定基日 是狭观金辉 才能从神庙大门射入 穿过60米深的妙篮 披萨在神庙镜头的 拉美西斯20石雕具象的身上 而左右的其他巨型石雕 都产生不到太阳神 刺与的最丰厚外 人们把这一奇观发生的时日 称为太阳节 为了保留太阳节的奇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持了募捐 派出了当时国际一流的 科学技术人员 运用最精进的科学测算手段 竭尽一切力量 走过最后 太阳节的石神 还是被错位而误差了一天 不过也有此可以发现 但是古埃之人对天文学的掌握 已经相当成熟 在阿布新被神庙附近 还有一座 献给他的第一位王后 奈菲尔塔利的教授的盈库庙 庙的正面排了六座雕像 除拉美西斯20的四座外 还有描述为托尔神形象的 奈菲尔塔利两座雕像 在登记后的第24年左右 这位王后并去世了 这座神庙并再也没有动工 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进程 拉美西斯20去世的那一年 埃及全国正在准备为法老庆祝统治节 这个节日从每一位在位法老的 第三十年开始举办 之后每三年举办一次 由于拉美西斯20有时会 每隔两年举办一次 因此当他去世时 他已经举办了不下24的庆典了 在很多埃及人甚至外邦人看来 拉美西斯20也许是真的神之化身 至少是神的宠儿 然达70岁 80岁 直到90岁时 许多埃及人开始相信他们的法老 将会永远统治下去 可是拉美西斯20没有能够等到庆典举行 并驾崩了 他的死是整个埃及王朝陷入悲伤 并且对于埃及第十九王朝也是一个重大打击 对于当时几乎所有的埃及人来说 除了拉美西斯20 他们已经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法老了 只有那些非常长寿的人 才会记得拉美西斯20的父亲 塞提一世在位时的情景 鉴于古埃及人的寿命 这样的人全国也不会有几个 但是古埃及平民的活过30岁 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么在被人们视为神的拉美西斯20走后 第十九王朝又该何去何从呢 公元前1213年 活了90岁的拉美西斯20去世 他在位迄今是第十九王朝最鼎盛的年代 与之同样鼎盛的是他庞大的家族 他幸好利逢了八位王后 还有一群数量难以考证的妃妾和一百多位儿女 同时他的高寿 导致原定的多位继承人都先他而去 是拉美西斯20不得不多次挑选王位继承人 在他之后继位的 是位列王位继承人名单中的第十三位 麦伦普塔赫 古今麦伦普塔赫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登基的这一天 继位时他已经差不多70岁了 麦伦普塔赫在位时期 埃及遭到了菲利斯丁人和利比亚人的入侵 菲利斯丁人又被称为海上民族 是居住在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古代居民 也可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海盗 这个时期他们已经广泛使用铁器 实力不容小觑 从公元经十三世纪下半年起 围绕在地中海周边的一些强大国家 都曾遭受菲利斯丁人的侵扰 菲利斯丁人而后还占领了相当于现代的袈裟地带 古代希腊人称菲利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 以为菲利斯丁人的国家 这也是巴勒斯坦地门的由来 继承了墙上王朝的麦伦普塔赫 最终击败了陆星的菲利斯丁人和利比亚人 这些事件被记录在麦伦普塔赫石碑上 公元前1203年 麦伦普塔赫去世 其子塞提二世继位 这个时期的埃及 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分裂时期 此时上埃及被一个名叫阿姆麦西斯人 割据统治者 关于他的由来 资料非常有限 他可能是拉美西斯二世众多后代之一 而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 塞提二世击败阿姆麦西斯 统一全国 塔沃斯特 埃及第十九王朝的最后一任法老 他是塞提二世的老婆 在他之前还有一位法老 希普塔赫 塞提二世的弟弟 也是麦伦普塔赫的儿子之一 在女王塔沃斯特统治末期 埃及国内发生了一场奴隶起义 伊苏尔起义 当时的埃及政府已经濒烈崩溃 伊苏尔可能是一位叙利亚籍的奴隶 依靠武力发动起义 夺取了政权 这场起义直接推翻了 摇摇欲坠的第十九王朝 最后镇压这场起义的 是第二世王朝的开创者 塞特纳赫特 在塞特纳赫特短暂的三年统治结束后 古埃及迎来了新亡国时期 最后一位拥有实际权力的国王 拉美西斯三世 公元前1186年 塞特纳赫特去世 31岁的拉美西斯三世正式继位 拉美西斯三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这个时期的斐利斯丁人和利比亚人 开始更加频繁地侵入埃及 虽然拉美西斯三世最终成功抵御 巩固了埃及王国 赢得了短暂的和平 但军事上的成功 是以国门的生活为代价的 战争消耗了埃及的力量 导致国内经济衰退 动乱加剧 这事情还发生了历史上 记载的第一次罢工 因为国库困顿 修建王林的工人 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他们走上街头 走上政府的激光 以示不满 同时资料显示 这些工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低 他们为法老和贵族们修建林墓 和他们联系密切 罢工虽然最后被和平解决 但民众和一些贵族们 似乎也意识到 这个王朝的危机已经在悄然酝酿着 在王室内部 拉美西斯三世继承者们 在各自利益集团的支持下 开始相互民争暗斗 公元前1155年 与外迪看见了一生的拉美西斯三世 被妻子特亚和儿子彭塔瓦尔谋杀 然后弑君者彭塔瓦尔上台 不过这位弑君者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再为一年不到 被被王储拉美西斯四世逮捕 然后处决了 而特亚据说最后畏罪自杀 这句金教木乃伊 便是世军者彭塔瓦尔 考古学家发现 这句木乃伊 被故意用不合理智的方式制作 他被认为不及的山羊皮所包裹 以古埃及人对往生的重视程度 可见当省人们有多痛恨这位世军者 拉美西斯三世世事后的第二次王朝 就像下坡的过山车 国力衰落得越来越快 后世一共有八位统治者 都叫拉美西斯 据说到了拉美西斯七世在位时期 埃及通货膨胀严重 古物价格比以往攀升了三倍之多 饥荒、泪乱、腐败滋生等系列问题层出不穷 一步步的蚕食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家 同时在这一时期 法老们已经无力保护皇家陵园 经济不减弃 导致盗墓变得更加残绝 甚至是贵族、祭司们也都纷纷加入盗墓的队伍 许多保存下来的关于调查和处理盗墓贼的高府文书 都诉说了这些亡灵的悲惨命运 对往生的信念 是法老们统治精神基础 而现在这个信念有了崩瘫的迹象 更可怕的是 大地斯蒙尔日益增长的权力 也在削弱王国和法老的统治里 到了最后一位法老 拉美西斯十一世时期 法老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微弱 公元前1077年 拉美西斯十一世世时 原达成斯蒙迪斯一世夺杀 经历了埃及第21王朝 定督塔尼斯 统治下埃及 上埃及就拉美西斯十一世的利比亚女婿 阿门大地斯 赫里霍尔统治 国家一分为二 埃及也由此开始了第三中间期 第三中间期经历了五个王朝 历时413年 这一时期 利比亚人已经在三角洲西部地区定居 以免了首领们开始出不取的自治权 公元前945年 利比亚王子 上克一世 控制了三角洲地区 经历了利比亚王朝 而后上克一世认命自己的儿子为阿门神的最高祭司 暂时统一了埃及 这便是第22王朝 这个王朝持续了200多年 不过利比亚统治下的埃及相当腐朽 他们并不在乎埃及的过去 也不愿深入了解这个古老的文化 他们只想掠夺埃及的财富 这就导致了在第22王朝后期 利比亚精英们为了利益 开始互相残杀 公元前818年 帕都巴斯一世 在三角洲地区自立为王 经历了第23王朝 埃及再次分裂 公元前730年 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塞伊斯统治者 宣布独立 经历了第24王朝 一个分裂且混乱的埃及 虽然已经没法对抗任何一个强大的外族势力了 还记得南方的努比亚 这个由黑人经历的古代文明 在埃及历史上 他们总是有弱手的 公顺的进攻者、奴隶和士兵的形象出现 上一次的高光时刻 还是1000年前和席克索斯联合的第二中经期 而后面对强盛的新王国时期 他们几乎没有征脱和反击的余地 被迫长期向埃及称臣大共 而现在 看到四分五裂 混账不舍的埃及 新日臣服的努比亚人 一开始基于尼罗河畔的黑土地了 皮耶 努比亚人建立的库斯国国王 史上第一位黑人法老 也是第25王朝的开创者 皮耶经过多年征战 统一了宁罗河第二至第六瀑布的广大地区 铸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又在公元前727年 皮耶侵入北方 占领了迪比斯 并最终占领了三角株地区 而后 皮耶的继任者沙巴卡 主义消灭各方势力 统一埃及 努比亚人是埃及传统神明的狂热追随者 他们甚至比埃及人还埃及 努比亚人征服埃及 更像是为了崇敬和维护古埃及 让一切归位 这座位于北苏丹 格贝尔巴卡的神庙 是努比亚人的卡纳克神庙 这座神庙最早是由新王国时期的法老建造 用于供奉阿门神和他的妻子穆特神 而当埃及人离开后 努比亚人依旧在此供奉阿门神 延续古埃及的精神文明 他们还复刻了古埃及的金字塔 虽然规模没有吉萨金字塔庞大 但也足以证明 努比亚人对古埃及文化的宽热 和埃及的传统王朝相比 第25王朝的法老选拔显得更加灵活 但是王位候选人的挑选权 掌握在军队首领 高级官员和王后的首领 这些人会根据财能的优劣 淘汰候选人 与埃及古版银科的直信继承相比 这种灵活的继承制度 避免了部分优人 幼主通过顺位继承王位的风险 这也使得 奴比亚人统治的第25王朝 持续了近百年 如果不是亚述人的可怕入侵 他们可能还会统治更长一段时间 之前我们就提到过亚述 亚述帝国 被因为历史上第一个军事帝国 这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的亚述 这是现在的亚述 亚述人以其心境的铁器和军事制上的观念 在整个西亚纵横驰骋 无惊不摧 老朋友赫提和米坦尼早已被亚述消灭 而此时的战争狂魔 已经盯上了埃及 在了结完埃及的各路盟友之后 公元前674年 亚述人开始进攻埃及 亚述人身披脸甲 头戴金顶盔 武装到牙齿 他们拥有青装射手 重甲射手 重装战车和骑兵部队 与之相比的 是只有护烟丹 赤膊上带的奴比亚人 很难想象这是同一时代的较量 因为装备差距太过明显 其战争结果可想而知 奴比亚人虽英勇抗敌 但最终还是被击败 最后一路撤毁了自己的老家奴比亚 从此一蹶不振 亚述帝国的征服战争已藏暴文明 军队所到之处 城镇都被焚烧破坏 财物被掠夺 居民被屠杀或被掳走 当他们到达迪比斯之后 显然也不可能去敬畏埃及众神 他们对埃及的庙宇大肆破坏和掠夺 使古埃及文明遭受了巨大损失 古埃及第二属王朝也就此宣告结束 亚述帝国在埃及开启了殖民统治 那么在面对如此强大的亚述帝国 古埃及人是甘心被殖民统治 还是会奋起反击呢 努比亚黑人经历的第二属王朝 在面对装备精良 军事素养极佳的亚述帝国面前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亚述帝国彻底占领埃及 开启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 普萨美提克一世 这个时代的枭雄 他为我们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 视食物者为俊解 普萨美提克一世 原是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 塞伊斯统治者的后代 也就是第二十四王朝的残余势力 在看到了强大的亚述帝国 击溃奴比亚人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少 普萨美提克一世 曾短暂投奔亚述 获得亚述人的保护 公元前664年 亚述王任命普萨美提克一世 为埃及总督 他也由此开创了第二十六王朝 这也是埃及本土势力 最后一个有十亿的王朝 古埃及进入到了亡王国时期 普萨美提克一世 投靠亚述世家 闷声发育时针 骄傲的赫罗斯人金化身 怎会甘心俯首成城 在此期间 普萨美提克一世 迅速整合了尼罗河三角洲的 各大手政权 为日后驱逐亚述帝国 奠定了基础 反复民门之中自由安排 所以在公元前654年 亚述帝国的残暴统治 使其内部矛盾愈隐愈裂 最终导致帝国爆发内战 亚述军队主力几乎全部被撤 卧行长党的普萨美提克一世 顺势而为 击败亚述帝国残余势力 并且一路高歌 南下攻占迪比斯 击败了统治上埃及的奴比亚人 自此 第二十六王朝彻底统一全国 然后亚述帝国也被崛起的 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消灭 普萨美提克一世统治下的埃及 曾一度又出现了西洋前复兴的迹象 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给予希腊商人与优惠待遇 开辟希腊殖民地城市 同时维护了古老的宗教艺术传统 埃及在第二十六王朝的统治下 繁荣参生了一百多年 该王朝最后一任法老 叫做普萨美提克三世 他在公元前526年继位 他的统治时间相当短暂 仅在位六个月不到 刚继位不久 就迎来了一个可怕的敌人 阿倩美尼德王朝及波斯第一帝国 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帝国 这位年轻且没有精英的法老 拼尽了全力来抵抗敌人的入侵 公元前525年 波斯帝国的第三位皇帝 甘比西斯率领大军阳征埃及 在兵舰一战中 打败埃及第二十六王朝 一路攻到埃及首都孟非斯 而后埃及海军司令官叛病 孟非斯沦陷 普萨美提克三世被俘 据说甘比西斯曾派使者进入孟非斯 劝说埃及人主动投降 以避免更多流血牺牲 然而当在有波斯使者的船只 在孟非斯成交一课案 船上包括波斯使者在内的200多人 并被埃及人残忍地杀害并肢解 震怒之下的甘比西斯宣布 这笔血债要让埃及人十倍偿还 于是 甘比西斯下令处死2004年的行贵 包括普萨美提克三世的一个儿子 还让他的女儿沦为奴隶 普萨美提克三世受监屈辱 而后他被求于苏萨 也就是现今位于伊兰的胡奇斯坦省的城市 著名的汉摩拉比法典就是在此出土 普萨美提克三世最后因试图侧模仿 看甘比西斯被捕和牛血而死 第二十六王朝就此宣告结束 而后埃及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 甘比西斯自己加名为埃及法老 这也是继续克索斯人之后 埃及再次亡于异族之手 从公元秦525年入侵 到公元秦404年被驱逐 波斯人在埃及统治了近一个多世纪 历史上把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时期 称为第27王朝及第一波斯王朝 波斯统治期间 埃及爆发了四次反波斯的大起义 公元前404年 波斯统治者大流士二世去世 国内的继承者们为了争传夺利 爆发内战 看到了波斯统治出现松动 埃及第26王朝统治者的后代 普萨美迪克武士趁机发动起义 缺逐了波斯帝国的统治者 帝都塞伊斯 经历了埃及第28王朝 随后 古埃及王朝进入快速更迭 普萨美迪克武士仅仅在位5年 并被内法阿鲁德伊士刺杀 其随后经历了第29王朝 该王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 他曾与斯巴达结盟 与波斯帝国开战 公元前380年 军人出身的内科塔内部伊士 夺取第29王朝政权 进入了第30王朝 这个时期的埃及 出现了真正的埃及铸币 早期的埃及有自己的交易规则 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货币 而是根据不同的交易场景 匹配不同的流通货物 进行商业活动 比如在国内 修建林木的工匠 他们的报酬会是面包 啤酒等日常消耗品 古埃及人发明了一种伎俩单位 称之为Debon 比如在古埃及买一袋小麦 大约需要1Debon 一头牛的价格则为50Debon 而在对外的贸易中 他们会通过以物异物 各取所需的方式来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古埃及人 额后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碎金块 作为交易货币 不过随着与西亚的交流不断深入 阳史的交易方式 显然无法适应社会需求 为了使贸易更加顺产 也就逐渐演变出了相对标准化的铸币 第30王朝统治了埃及37年 在此期间 波斯帝国曾多次进攻埃及 埃及通过大范围地利用 地中海各地的希腊人 帮助他们数次击败了波斯帝国 甚至还维持到了波斯帝国 在西部的统治 不过遗憾的是 埃及的保守性异常顽固 埃及本土军队 没有及时向希腊和波斯人学习 他们的武器虽有所改进 但组织方式和战术布置进步不多 这也是法老们为了压制国内的竞争者 而做出的选择 毕竟 远离故土的克勤和翻兵 往往在统治者营里比本土人更可靠 但这也为他们日后的消亡 埋下了伏笔 波斯帝国方面 埃及屡次测访波斯西部势力 使波斯十分恼火 他们决定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 公元前343年 波斯帝国再度袭来 这一次 波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他们说买了几乎所有的希腊城市 只为一举拿下埃及 随后 双方在埃及的门户 贝鲁西亚爆发战役 士兵素质 武器装备都落后于波斯 并且缺乏准备的埃及被迅速击溃 随后波斯直逼迪比斯 引途城市纷纷投降 波斯帝国再次占领整个埃及 第30王朝也宣告灭亡 上下埃及就以这样一种 非常窝囊而无奈的方式 再次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 历史把波斯的第二次统治 称为第31王朝 和过往的波斯统治者不同 此时的波斯已经不准备对埃及实行怀柔 相反 他要摧毁屡次动摇波斯统治的埃及 他们拆除了埃及全界的惩罚设施 占领军开始洗劫引途的埃及神庙 将大量的财富从埃及祭司手中夺去 波斯在埃及楼下总督和一个名义上的魁偶后 开始从尼罗和银线撤军 林贤贤不忘给这个省份 颁布了远超其他辖区的高丸税率 之后的审演里 流手当地的驻军继续执行摧毁古埃及文明的任务 他们定期打压祭司阶层 消灭神庙 并将宗教圣书销毁 相比野性勃勃的法老和招之寄来的外族庸兵 这是社会性结构才是维系古埃及的根本 古埃及人能动员起来 如此反抗波斯帝国的军事占领 靠的就是这一套神庙系统 而这一次的彻底重创 也是古埃及文明岌岌可危 公元前332年 天降门南亚历山大大帝 推翻了波斯在埃及的统治 据说在攻信埃及的过程中 埃及一箭未发自动投降 天下苦前久矣 同时为了彻底击溃波斯 亚历山大在埃及短暂休整 并经历了当时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亚历山大 当代也是埃及最著名的港口城市 在那里 年仅24岁的亚历山大 在埃及正式加冥为法老 也由此开启了埃及第三十亿王朝 公元前323年 经历起庞大帝国的亚历山大 因临早逝 由于没有留下明确的接班人 导致帝国内部王传争斗异常激烈 闻跨欧亚非三州的马其顿帝国就此分裂 将领们纷纷拥兵自立为王 托勒密在巴比伦纷纷协议中 成为埃及总督 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305年 托勒密一世宣布自己为国王 进度亚历山大 开创了托勒密王朝在埃及近300年的统治 托勒密一世在位时期 鼓励文化事业 发展工商业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托勒密一世 亲自下令建造的绝世文明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据说当初建造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唯一目的 就是收集全世界的书 实现世界知识总会的梦想 所以托勒密王朝时期的法老 甚至为此都采取过一切手段 他们下令搜查每一艘进入亚历山大港的船只 只要发现图书 不论国籍 马上归入亚历山大图书馆 通过各种震荡或不震荡的手段 亚历山大图书馆迅速成为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 只剩时据说馆餐各类手稿余有50万卷 它的建成吸引了当时大量的学者 阿基米德 奥吉利德等著名学者都来此从事研究 这也促使古代西方的文学 数学 地理学 天文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河马史诗的第一个教定本 就出自亚历山大图书馆馆之首 古王国时期到托勒密时期 埃及历朝一代许多的哲学、诗歌、文学等其他科学 就用大批著述收藏于此 与历山大图书馆齐名的是托勒密二十下令建造 被誉为八大奇迹之一的历山大灯塔 灯塔约在公元前280年到278年建成 不过后于1303年、1332年两次地震中极度受损 埃及政府曾于1532年重建历山大灯塔 但因资金不足为能往直重建 它的遗迹依旧坦在历山大东部港口的海船上 托勒密王朝虽然以希腊人物统治阶级 但是却没有扼杀埃及自身文化传统 甚至还修建了不少埃及神庙 这个时期埃及与希腊的文明开始传绵融合 包括宗教信仰 很多神灵开始共有神性 比如阿门神等同于宙斯 赫鲁斯等同于阿波罗 托特等同于赫尔莫斯等等 古埃及也由此进入到了希腊化时代 那么为古埃及带来文术知识和财富 包容并续的托勒密王朝又会将古埃及带向河帆呢 公元前305年 埃及总督托勒密一世在埃及自立为王 开创了古埃及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 托勒密王朝 该王朝统治了古埃及近300年 由于希腊化世界统一帝国的瓦解 诸强并力 帝国的继承者们为争传夺利 频繁爆发战争 无论是巩固信有的政权 还是夺取旧帝国的资源 军事上的扩充就显得尤为重要 托勒密王朝初期 军事上的兵员主要是迎来的希腊人 托勒密一世通过把土地给予希腊裔士兵 吸引了不少希腊人加入托勒密王朝 使得希腊人在当时的军队中占了大多数 同时 上完希腊军船一开始进入埃及国内 成为统治阶级 伯托勒密王室并没有因为是希腊人 而经历类似希腊本土的政府 相反 他们被古埃及身后的文化所吸引 并同化 统治者们也都自称法老 并且继续采用埃及原有装置的官僚制度 只不过本土的埃及人在政府中 仅占少数 且在较低的层次任职 重要和多数的职位 依旧由希腊人担当 除了希腊人 犹太人此时在古埃及也非常的活跃 虽然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此遭受了不公的对待 托勒密王朝因为犹太人上战的缘故 在这段时间 将上万名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迁入埃及 据说当时犹太人在军队中 可能占了近五分之一的比例 不仅如此 托勒密王朝还从各处雇请大量佣兵 包括埃塞俄比亚的黑人 加拉太人 曼西亚人等等 这些外族因为雇佣军的关系 也开始在埃及定居 与本土埃及人比邻而居 多民族的融合也同样意味着互相之间 可能面临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矛盾 因为希腊和古埃及之间的文化差异 在初期 希腊人和埃及人经常发生冲突 为了缓和这一内部矛盾 于是就出现了在托勒密王朝境内 希腊人遵守希腊法律 受希腊法庭审判 埃及人遵守埃及的法律 受埃及的法庭审判 如果希腊人和埃及人有纠纷时 会有一个特别的法庭来解决双方的纷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希腊人和埃及人逐渐相互影响 这一时期 希腊语成为了古埃及的官方语音 有些埃及人还取了希腊式的名字 两个民族通婚和杂居越来越多 并互相接纳 一些受过希腊教育的埃及人 也可以进入政府机构 并受分土地 同样 希腊人在潜移默化也受到了埃及文化的影响 一些希腊人逐渐把埃及神奇当作希腊神奇 也有人为自己取了埃及式的名字 另外从墓葬的艺术表现来看 希腊人接受了埃及人对往生的信念 而古埃及人也开始生产起 希腊人写实的艺术风格 这也使其宗教艺术繁荣发展 经济贸易方面 托勒米王朝提供种种便利条件 来加强商业竞争力 他鼓励人们从事贸易和改良生产品质 政府通过修建港口道路 以及重修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 来改善商业环境 他们甚至派遣探险队来开发新的贸易市场 使埃及贸易相当繁荣 商品也相当繁多 包括阿拉伯的馅料 伊比利亚的白银 印度的环金 甚至还有中国的丝绸 在亚历山大港的市场都可进到 政府和商人获利良多 到了托勒米二世时期 亚历山大港更是成为了埃及的贸易和出口中心 并且依托于亚历山大图书馆 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经济科学艺术快速发展 早期的托勒米王朝 埃及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的景象 不过与之形成姓名对比的 是托勒米王室内部的混乱 众所周知 古埃及的王室为了保持王室系统的纯净 巩固其统治 会进行近亲结婚 而托勒米王朝竟然开历史倒车 学习了这种乱伦婚姻形式 托勒米二世其中一任妻子是他的姐姐 所以他也被称为与姐姐恋爱的人 从托勒米二世开始 托勒米王朝的统治者们 都会与自己的亲姐妹结婚 然后夫妻俩以共治君主身份统治国家 这一位后续的宫廷正病 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221年 托勒米四世继位 据说这位法老贪图显乐 欢迎无度 不理朝政 此时王国的实权逐进落到他的两位穷臣 索西比乌斯和阿加托克利斯手中 其中索西比乌斯更是掌握大权 此人手段极其高明 利用巧妙的政治手腕 在不用直接煽动托勒米四世的情形下 使托勒米四世的叔叔 兄弟 母亲 接连遭到处死 所以托勒米四世也被称为 独爱父亲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黑色幽默了 公元前205年 托勒米四世世事 摄政大臣们担心 王后阿尔西诺一三世 会得到法老的位置 于是隐瞒国王死讯 密不发三 大约一年之后 他们谋杀了王后 再次夺取了王国的摄政权 但因为阿尔西诺一三世 深受埃及民众爱戴 但消息传开后 导致民进暴动发生不断 而后 宁仅五岁的托勒米五世继位 他登基的诏书 被刻在一个叫做罗赛塔的石碑上 石碑上用希腊文字 圣书体 世俗体刻写了同样的内容 这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 得以有机会对照 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 解读出已经失传清语年的 埃及扇形文字的意义与结构 使之成为 营救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 再说回托勒米五世 这位宁幼的君主 显然也没法阻止朝内有野心的大臣设政 在索西比乌斯和阿加托克利斯 两位设政者被泛逐之后 另一群有野心的大臣 又夺取了托勒米五世的设政权 托勒米王朝混乱的设政权 一换再换 人们的生活也逐渐受到影响 于是南方开始频繁地爆发起义 上埃及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 乌鲁风林业余 除了国内局势动荡 来自外部的压力 同样在动摇着托勒米王朝的统治 塞勒谷帝国 马其顿帝国的继承者之一 从公元前274年到168年 双方为了争夺地中海和爱琴海的霸权 先后爆发了六次叙利亚战争 托勒米五世在位时期 爆发了第五次叙利亚战争 时任塞勒谷帝国国王安条克三世 他与马其顿的菲利五世达成协议 积极混水摸鱼 仇化着入侵叙利亚 瓜分托勒米的海外领土 而后 双方在公元前198年 哥兰高地北端的帕尼温山 爆发了帕尼温战役 此一打开了希腊化帝国的潘多拉魔盒 首先是托勒米王朝方面遭受重创 又有2万人战死沙场 军队折损过半 而后失去的巴勒斯坦地区 导致托勒米王朝失去对爱琴海贸易的控制 也失去了自己最并解的雇佣兵输入管道 造成了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危机 让托勒米王朝陷入了无休止的衰退和混乱 塞勒米帝国方面虽然取得了战争胜利 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据为己有 但也导致了塞勒米帝国过度自信 错估行事 开始了本不应该发生的急性扩张 最后被罗马教做人 导致国内日监衰败 托勒米5世事事后 托勒米6世继位 他与前任一样 转入于塞勒米帝国为争夺地盘 而进行的无休止争斗 尽管此时的塞勒谷帝国也是日薄西山 但托勒米王朝本则欲弱则弱的原则 在公元前170年爆发的第6次叙利亚战争中 托勒米王朝再次落败 甚至首都亚历山大也一度被塞勒谷帝国占领 无奈之下的托勒米6世不得不向罗马求援 在罗马的干预下 塞勒谷帝国才被迫退出埃及 不过外婆势力的退出 也让国内的各方势力有了角逐的舞台 之后的时间里托勒米王朝的政局 就像是长相扑赛 各方势力轮番上阵 你推翻我我推翻你 局势动荡成了常态 公元前51年 著名的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登上王位 直传他才貌出众 聪颖皆致 擅长手段 一生富有戏剧性 特别是卷入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漩涡 同凯撒安东尼关系密切 并扮议种种传闻意识 使他成为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著名人物 在文艺和电影上 他通过色诱凯撒大帝 及他的手下安东尼 以保持国家免受罗马帝国吞并 为埃及赢得了22年的和平 因此他也被通称为埃及印后 被埃及人视为勇士 关于埃及印后 有两个未解之谜 一个是埃及印后的真实容貌 人们至今有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所以也无法大致还让出他的容貌 而根据出土的罗马古前币来看 隐蔽中的埃及印后 有着男性化的特征 不但不美丽 甚至长得还有些丑 另一个未解之谜 则是他的死亡之谜 流传最管的并是毒舌论 公元前30年 乌大伟进攻埃及 安东尼看到大势已去 于是伏尽自吻 而后埃及印后被乌大伟申请 据说他千方百计恐批和迷惑乌大伟 然而未能奏效 在他得知要被带回罗马游行示众时 陷入绝望 万念俱灰 于是下令女仆送上一条叫做阿普斯的毒舌 最后他被毒舌咬山 昏迷而死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毒舌论充满了太多矛盾和错误 根本无法成立 于是也有人提出了 他就是被乌大伟所杀 可无论是哪种死因 也终究没能改变一个结局 那就是埃及遍入罗马 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自此古埃及从国家这个层面上 已经正式宣告结束了 罗马统治下的埃及行省 持续了近700年 罗马皇帝取代法老和众神 坐到了最高的位置受到崇拜 这个时期古埃及的三藏礼仪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古埃及原先的艺术表现高度写意 而这一时期受到了地中海文化的影响 穆乃伊开始出现了高度写时的艺术表现 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罗马时期的埃及文化的多元性 除此之外 受影响最大的 是古埃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埃及人的信仰 历史就好像一个圈 埃赫纳顿时期 埃及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伊神教 也进阶地影响了后世伊神教的诞生 而现在 他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公元一世纪左右 基督教传入埃及 埃及神话不同程度地对基督教起到了完善作用 例如十字架脱胎于埃及的生命符号安卡 圣母与圣子的故事来源于伊西斯与赫鲁斯 还有两者都有对来生世界的向往 这种熟悉的宗教形态 也导致埃及人纷纷加入基督教 以示对进奋多神教的罗马统治者的看剧 不断增长的基督教人群 也遭到了罗马正常的镇压 两者在这个时期爆发了多次剧烈冲突 埃及人为了生存 团结在教会周围 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这些信仰基督教的埃及人 也被之后入侵的阿拉伯人称之为科普特人 建议的科普特人 基本上是古埃及人的直接后裔 同时这一时期 科普特人借记希腊字母 与世俗体相结合 创造出了科普特语 这个语言至今都还在 科普特人的宗教仪式上使用 公元前639年 阿拉伯人占领埃及 开启了埃及的阿拉伯时代 这一时期 相当一部分科普特人改型了伊斯兰教 使得科普特人从埃及的主体民族 变成了少数民族 同时阿拉伯语迅速取代了希腊语 科普特语及其他各种古代翻译 成为了埃及通行的语言 能说科普特语的人越来越少 并且他们再也没能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 自此 可以说古埃及作为一种文明形态 已经彻底中断了 它的中断 其实很难用某个时间节点来断定 这更像是一个被隐瞒的过程 外族的不断入侵 像漫天的黄沙 将它的宗教 民族 文化等一系列古老的文明 一点点的隐瞒在历史的尘埃里 不过 中断并不意味着消失 真正的消失是没有人传承 没有人铭记 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依旧有人在延续和诉说它的过去 人们畅谈它缔造的历史 惊叹它曾经的伟大 同时也探寻着它那些未知的秘密 这个古老且神秘的文明 依旧让人屈之若鹜 只可惜的是 寥寥数笔 盗不进它的沧海三田 匆匆人生却又看不进它的室友忠实